长辈常说苦口良药 忠言逆耳 大家能归劝的都已经归劝了 事实上BRT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政策 有一个调查报告 搭过BRT有九成以上 有九成的满意度 搭过BRT的人有九成的满意 满意什么 满意BRT的便捷 然后还有它的舒适 还有它的快捷 这是大家所肯定的 但是不知道我们交通局基于什么心态 开的公厅会呢 里面也有九成以上的人 赞成这个BRT要继续 反对废除BRT 但是啊 我们林局长发现这样不对 掰不下去了 又来一个这个什么 体检小组 设计了一个问卷 针对没有搭过BRT的人来做统计 看题目啊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BRT是不好的 局长 你这样自欺欺人 弄一个不公开的体检小组 又用了一份不公正的问卷 给自己停办BRT的理由 你不会觉得你七月份 要废除这个BRT 废得很心虚吗 你要不要讲一下 你会觉得你心不心虚 你起来讲 我想把这个现有的这个所谓的BRT系统 把它改成比较好的公车专用道 是经过专业的考量 经过学者专家建议 经过体检小组 经过民众的意见 所希望达成的一个目标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希望在台湾大道上的公共运输 能够更好 能够让更多人达成 能够让海线的民众 可以在优化公车专用道以后 不用再进一大学转车 像很多的老人家非常可怜 他们在海线要到火车站 必须先坐一般的公车 到进一大学 跨过快车道 再走到BRT的车道上 才能够到火车站 有一些要到文华高中念书的学生 他们也必须面临这样的困境 所以我们希望 让更多的人进到台湾大道上的公车 我们也希望在慢车道的机车组 能够更加的安全 所以在整体考量之后 我们做了这一个决定 我们希望这个BRT 现有的这个BRT系统 能够改善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优化的公车转用道 你请坐 你刚刚讲说 为了要改善台湾大道的这个交通状况 其实我告诉你 有很多的计程车司机向本席反应 他说 我们担在这个 台湾大道走来走去 有这个BRT 其实 我们的交通改善 改善很多 没有所谓的像你讲的说 有BRT我们的交通会更乱 还有BRT 之前的这个佳人事件 三驢都有两驢 是同一个辞机 这是辞机的问题 这是教育训练的问题 不是BRT的问题 还有 百分之六十五的公车 都不行驶在同样的道路 想知道 百分之六十五的公车 已经没有在台湾大道走了 没有在台湾大道行驶了 那交通一定是比较顺畅的 大家想知道 减百分之六十五的公车 在这个台湾大道 一定是比较顺畅的 所以你说 有的必要去交通会更混乱 本席觉得 你还不够专业 没有更仔细的去了解 还有你做了 那什么不公开的 这个体检小组 做了一个不公正的问卷 这公平吗 所以本席觉得 你都是莫须有的理由 你应该 会觉得讯息 我觉得 只是 碍于你们林市长的关系 我们观光局说 台中机场 要开很多条的国际 还有两岸的航线 但是 旅客到台中机场之后 就发现 没有车可以搭乘到我们的市中心 局长 你觉得这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我们从台中机场 要到市中心的饭店 我想客人分两种 一种叫做团客 团客就是游览车载 所以这一块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种叫背包客 那背包客就要搭乘公车 我们在今年的二月 就已经找了台中航空站 找了台中市主要几家背包客的饭店 航空公司 已经在商讨 专车 就是从清泉岡机场 不管是开到中青路的饭店 开到台湾大道上的饭店 要停哪一些饭店 要收多少钱 这一块 包括管理局 也在协助交通局 去了解这些饭店业者的需求 了解航空公司 搬机上 要开几点的这个需求 然后规划这样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 是完全否 这个观光客的 所以在背包客的部分 这一块 从这个 陈局长管理局 陈局长上任以后 就积极在协调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有的公车路线 现有的公车路线 停太多站了 从火车站开到我们的清泉岡机场 要花两个多小时 你请坐 我们前政府啊 之前有规划我们的 这个新干线公车 有这个路线 还有人家甚至规划 BLT的支线 要到我们台中机场 如果BLT来到台中机场 你所讲的背包客 还有我们的自由行旅客 他们出了机场 就可以选择我们现代化运输交通工具 而且啊 有的这个交通运输工具 既方便又快速 我们又可以让国际的 让国外的旅客 来搭这个 现代化的这个运输工具 这样可以显示说 我们台中是怎样 很进步嘛 啊你用那个专车 一定会有落网之余啊 会不自在啊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要有自由 让大家自由去搭乘 自由去选择 BLT是最好的选择啊 你偏偏不做 再来 你说要给 这个海线方便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给海线方便 本席告诉你 无欺的民众 他搭BLT到这个市中心 多快速啊 不用再像公车这样 还要下很多站 还有BLT 他延伸到杀戮 清水大甲 整个这个海线啊 都有一条快速回家的路啊 结果现在 都被你们破坏了啊 所以你刚刚说 替我们海线争取 然后也替这个台中机场的旅客 着想 事实上 局长我告诉你 我们台中市已经少了一条 可以让国际 来称赞的这个现代化 交通工具 运输工具 还有 海线的民众啊 也少了一条 可以快速回家的道路 所以本席在这里要正正的跟你讲 如果 我们的BLT 现在满意度九成 如果 换成你的优化公车 没有九成 你要不要下台负责 你要不要下台负责 你要讲一下啊 因为 人家好的一个政策 好好的政策 让你改掉 你总是你也要做到什么 医生啊 总是也要有九成以上啊 要不然你怎么交代 你请讲一下 我们做的这个优化公车 专用道 接下来的整个效果 你的满意度快不到九成 一定会比BRT高 但是议员你手上拿的那个牌子 BRT满意度九成 我不知道议员的这个资料来源是什么 BRT满意度九成 在我的认知里头 从实施到现在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数字 市政府所做的调查 徐徐多多的调查 你不要乱掰了啦 我告诉你 你开公听会的时候 就很九成以上的人赞成啦 而且有针对调查报告来讲 有针对调查报告 他们做过BRT的 有九成赞成说BRT是非常便利 我没有看过这个报告 报告议员我没有看过这档报告 你没有看过我再找给你 谢谢 好 那我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达到九成以上 认了一个政策循序渐进 原来搭乘BRT的 你这样好好的政策 你把它改掉啦 你做不到 你就说 下台负责啊 这才公平啊 我们新的学校办公车专用 不良特别负责 现在的BRT 绝对会比现在的BRT 这样的一个做法 包括使用率 包括慢车道的满意度 包括在这一条路线上 等车的时间 绝对会比现在的BRT政策还要好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我一定会 夹带着我们市民的期待 请你下台 你请坐 我们观光局 观光局长 我从你的 这个工作报告当中 你说最近要增加 我们的国际还有两岸的航线 现在进度怎么样了 现在目前 下半年会开的新的航线里面 包括远东航空在6月18号会开大阪航线 还有接下来应该是明谷 长龙绿龙航空在7月的时候应该会增开首额的航线 目前最新的进度是这样 好 你也非常认真 在争取 在争取 这个来自国外的旅客 好 但是本席要告诉你 你争取这么多旅客 我们自从你们新政府上阵之后 台湾塔不盖了 国家歌券光雕也不办了 BRT也要废了 还有会展中心也没有了 马祖文化区也有可能因为你们募不到款也没了 正像我们现在的秋红谷 圆满剧场 还有这什么 草雾道 没有被废而已 那你要增加这么多的航线的这个旅客 那我们台湾我们台中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吸引他的 没地方好去啊 都被你们吹掉去啊 那你要怎么来吸引这些旅客 让他们留在台中消费 你说 那个议员 基本上我们现在台中的部分里面 大概你刚才提到那几个点 国家歌剂院的部分 既市府目前的进度的部分里面 年底到明年春的部分里面 大概会完成 好 所以整个规划从市区到屯区的 总不能只有一个国家歌剂院这个光雕可以看啊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山海花屯的部分里面 都做了一些官方资源的亮点跟整合工作 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跟所有旅游业界里面 包括规划套装的行程里面 大概都会在积极的推出在国际的行销里面 那到哪里啊 你讲一下啊 套装是什么 去哪里去看台中哪里啊 你总的到台中机场 然后人家就转转到哪里 转到彰化转到嘉义 一眼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在规划比方三线的部分 三层的部分里面 从新社谷关到东四石缸 这是一个套装 基本上都是用一个观光资源的整合的方式 海线的部分里面 从真安宫一路到高美湿地 一路到龙井 这一条海岸线的部分里面 也整个在进行包装的工作 所以你刚才在提到的部分 市区的部分 你的理想很好 你的规划也很好 但是啊 本席觉得啊 你倒不如还是回去跟你们的林市长好好的沟通 为了要推动你的观光 最好是老老实实的把前朝所规划的重大建设 来赶快来完成 这样才可以带动你的观光 才可以吸引客人 你可不可以跟你们的市长这样讲 进行套装的整合 包括现在所有 包括有一些建设部分 其实都是在做善后跟整合 跟它的亮点能够更亮 来进行包装的 所以啊 你要推动你的观光 不是只有说目前这样子而已 未来的重大建设 你们还要继续加强 告诉你们市长 好好的继续完成 我们会努力 好我们谢谢朱暖英议员 下一位我们是陈正显议员 时间15分钟现在开始 谢谢主席 林副市长 三位局长 还有各单位主管 还有各位同仁媒体记者先进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别怕啦 我没像朱暖英议员那派 我会更温和 第二个局长 请教一下 你先坐 我有几个问题跟你提醒一下 北屯区永和巷 22支12弄1号到16号 这是在14起重画区里面的 然后因为你们的14起重画 那永和巷要废掉 但是好像你们内部规号 好像没有留色社区的通路 我这里有份陈前书 等一下再 我会交给你 然后第二件 在北居易华街70到74号 这三户 它的地级分割线跟实地现况不符 然后宽度比地级土多了1.2公尺 这一件案件已经沉寝好几次 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这两份征程书 等一下本期 咨询完之后我会交给你 再清理妥事处理 不用怕 我不会让你困了 公共庄长 台湾只要给你问 我也不能免赎 没问你这也不好意思 请教一下 我们一般大户公车设站 是多几公尺设一个站 简单回答好不好 大概是250到300左右 VRT测到 VRT现在是800 800 能不能在台湾大道这一条路线上面 能够把一般就是慢车道的公车 让它归到我们的优化车道 就所谓的公车转移道 可不可以 全部归进去 对 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一些站 就是800跟800中间有一些站 它还是有一些需求 但虽然需求量不大 每天的上下的人数不多 但是这些还是要顾及 你在我跟你建议 除了VRT现有的这个站体以外 你其他的如果有整个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设一个简易的车站 是 因为我跟你讲 台中市有几个道路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包括前一阵子向上路六段那一个重大车祸 不是只有那一次而已 最近我这个地方在 在听还有海线的一些朋友在讲 那个地方每半年一定会发生一个重大车祸 为什么 因为它的整个坡度 我相信林副市长也很清楚 当初事件发生的时候 竟然是说要撑处交通警察 这不晓得天底下哪有这种撑处的方式 车祸发生 交通警察一定一路要赶往现场 你知道你们这个举动打击多少警察兄弟 对不对 完全是本末倒置 而且台中市有很多重大的 驿造势路口 我也请副市长能够以你的专业 也请交通局长 拜托武林副市长 以他的专业 把这整个重大造势路口 赶快来解决 像台湾大道这个部分 慢车道 有公车跟汽车 机车在那边 争相在挤这条道路 你知道如果在尖峰时间 有产生多大危险吗 公车急着要靠站 摩托车后面来 一不小心没有插撞的话 都显向翻身 是不是 所以说你既然要把整个 VRT你都已经好 你已经确定了 因为市长的政策要做了 好 我们也拿你没责 你要做的 我想 你就干脆把整条台湾大道 都把它整理好 可不可以 我们来建进式的调整 就是把慢车道的建进式的 移到这个专用道上面来 你所谓的专用道会踏车 你所谓的建进式是多久 建设的公分 我们现在大海留有五条 五条在慢车道上 这五条就有一些小站 然后慢慢的我们将它移进来 然后看它这个 这条小站上的这个上下课的这个人数 如果比例还是很低 那我们就慢慢把它移进来 那给我们一点时间 让我们来做这个调查 你的时间多久 要多久 三年 我半年后提一个新的规划 看慢车道 会多几条还要再一次 我跟你说 冲五条路三不困难啦 如果是真的这个 比如说新光山越那附近 你的八百到八百中间 需要再设一个简易的车站 也是要塞啦 好不好 好 不然你来 我想也麻烦你提出一个具体的成效出来 好 好不好 那我刚刚讲的 依照市路段 有一个我在这里 本席 一定要拜托你来 帮我们来完成 北区 崇德路要左转太原路 没有一个左转专用号制 每一次大家争相抢着要左转 这部分由会举的一些专业人员现场废刊说 不可能 因为大家乘得卖不出来 以前 我做主任 不然我常常骗你 不然我才知道 原来你们家都拿麻 正好骗 太原路跟大海路都可以做 为什么崇德路跟太原路不能做 同样的条件 你给我生效的 报告议员 你这个我这个立刻安排 我自己去看好不好 好 那你要洗干净我回来 好 我希望能够在两个礼拜内 我们进去把它完成 好不好 好 那因为那个地方人口也蛮密集的啦 是 还有 再来一件要跟你请教的 敬老爱心卡 你们是每月结算一次归零 还是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每个月一千点 然后如果没用呢 隔月从一 就是一号开始 就再从一千开始 你们的福利吼 我们台中市的小福利都是在骗人的 你的编列的预算是年度在编的 你一个月结算一次 没有 那是小的国编的啦 要用多少小的国籍啊 那一千点是小的国的预算 我跟你说 正老爱心卡 当然是小的国交变的 我知道啦 但是民众没你高党叫啦 你算什么派人啦 你知道吗 这要建议啦 预算在编的是一年度 在编一次 你一个月结算一次 那也是在争小的 在编一些六十五岁以上的大人 我们叫小的叫职丁冠这些 最大的規定要改啦 要改啦 要改啦 我说这些小福利要真正落实 要让人家能够用得到啦 好不好 请问一下局长 十公里免费的政策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二十四 七月八号 一样七月八号是不是 对对对 听你说的啦 之前 胡志强市长提出的 八公里免费公车 我们的市场说 十公里可以 可以省钱是吗 你预估 如果十公里免费公车 市府要多少经费 十公里免费公车 我们现在的这个经费 原来像今年边的二十三亿嘛 那我们去调整 对科医业者的补贴结构 按照我们去年啦 去年 现在当然这四个月以来 有一些数量的改变 按照如果按照去年的那一些 营运的我们的新的公司的调整的话 大概新的预算呢 大概可以十六亿左右 那不就先七亿 七亿对 你今年怎么没本退卷 你今天最佳 你送出来没有自己退卷 因为今年 这已经去年年底 你已经给人签好了 啊 账到哪万贼前 你开十六亿而已 你去购卷 14亿的约责都签了 那没办法人家 没办法人家 你年底呢 年底又不有钱 你要购卷喔 要照顾喔 是不是这样 那边二十三亿 那你预估今年只要花十六亿就好了 不行 我们公司今年不能改啊 今年因为给卷卷 去年 去年就都签好了 啊你不就说 我救人进去就都签好了 你讲好呗 你都讲十六亿呢 对明年开始啊 我們今年北美女的餘生的時候我們會這樣處理 什麼美女才能減就對了 因為今年餘生是去年已經14均業者都簽好了 今年不可以改就對了 今年不可以 美女才開始改 對對對 那本身 待會我順便拿一個案 讓你們做20公里免費 這樣台東市政府一年可以選14億 是不是這樣 依此推算 是不是 不是 10公里免費用20公里免費用14億吧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啦這個統計不是這樣算的 不是這樣算喔 那不是我比較慢 不是比較慢因為 算計劃車子這樣算很複雜的 我自己也知道這事情很複雜的 所以不是這樣一直減下來 要推到20公里30公里 整台東市都不用錢就好 這齁 我們因為這一次一個 我是覺得20公里比較好 可以用用沒了 拜託一拜大家可以坐公車去推這桌就不用錢 好嗎 我們研究一下啦 研究一下 你每次也研究 研究到那邊都沒做 有啦有啦 你是問 北高雅青文主任議員對你比較壞 不會啦不會啦 我跟你講喔 你們這一次原本是要補貼乘客搭乘次數的 該以業者公車路線的補助嘛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幾個是這樣 現在也有可能這兩個合照會 我告訴你喔 一定要補貼乘客數才對啦 現在這兩個可能要合照會 你如果補助路線 他就沒有車 沒有人他也叫補助 這 這世間都要得利 那不是這樣 對 過去喔 補貼乘客 都是二十年前的鼓作法啦 應該就是說你要鼓勵 公車要多停靠站 有一些路線 要拜託他來做 比較壞路線 當然我們把補貼比較高 因為這為了要讓整個城鄉差距把它拉進 對不對 不好的路線 他們比較公車業者不想好的路線 你補貼高一點 還是要用乘客數啦 好的路線 你像 像台灣大道這個黃金路線 你補貼 甚至可以不用補貼啦 不是這樣子嗎 對啦 因為基本上都賺錢的啦 你如果海線的都了錢的啦 三層的也都了錢的 你用台灣大道 峰園 峰園 台中 霧峰 這100線的 100號的 這也是都賺錢的 所以現在 為什麼這個 這個土貝美尼 開始用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我們要把這些路線 做一些改變 還要把它裁切 你知道嗎 100號的從方圓開到無方 這開上方圓開到台中 台中到無方 還有另外一個書記開 不然那個書記一段路下來 這條是黃金路線 大家都要來唱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 基本上 如果要補貼 不管用里程 還是用人事的補貼 我們就建立分級的制度 這樣 我跟你說 有一些東西 政策還是要好好檢討啦 你也變成這個 造成民怨啦 好不好 有一些像在 就台中市的部分 四期五期這種 有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公車路線還是要多多普及啦 好不好 所以我告訴你還是要深思啦 謝謝你請坐 觀光局長 請教一下 花博的用力是由你負責 還是農業局在專責的 由農業局主任 農業局喔 我跟你說齁 你的臺灣登輝的那個名顏齁 可能你2018花博你用得到啦 叫大家不要再進來的 媒體去批評不得啦 內埔的選地 來報那塊你知道嗎 你清不清楚 內埔那塊你知道嗎 花博用地 外博那塊 外博那塊啦 不好意思說錯了 外博那塊 那個花博用地你清楚啦齁 那塊都會死的 文貼的啦 公教長 你如果插在等下 你賀外博了 文愛規的地真的可以用嗎 可不可以用 在整體做規劃啦 不知道要幾歲啦 那天我們去考察的時候 走到後裏 外博走到後裏 只破門時間就能在開車啦 你花博的時候能夠 交通能不能順暢 那裡邊就沒走裡邊啦 那不是這樣 所以說你的那句名言快要用得上了啦 沒幾年就用得上了 人潮太多了啦 不要再進來了 那不是我的名言啦 那是好像兩點鐘 是 不是我說的啦 要來請澄清一下 副市長 副市長請教你一下 本期有件事情要忠心的跟你建議啦 發博用地 真的要慎選啦 因為在外埔的那塊地 真的是會有問題 造成交通的衝擊量 高通局長準備要再賣了啦 因為那根本就請到 要進去到整個展覽場都有問題了 更何況到時候人潮來的話 要怎麼辦 本期在這裡向副市長建議 也請你轉告 林市長喔 在這個 就到附近的 有一些用地 工有的用地 包括台黨或是國有的土地 能夠 跟他借用也好 或是用怎麼租用的 來做花博的展覽場 這個 南來北往的旅客 經 機長你請坐啦 南來北往的這些旅客 經過我們中部地區的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看到一個很美麗的一個景觀 而且又不會造成塞車 整個一個車輛的流動性也比較好 是不是這樣子 副市長你請 請講一下 那個外埔那塊地 如果以現在的道路系統 是當然是容量是不夠的 但是到發佈開閉 正式的開放的之前 我們的相關的道路 會有整體的考量 那是 從厚里 這邊有 路線 甲厚路的 也有路線 其他的我們還會有新的道路 出現 謝謝你 還是請 請多加評估 不要到時候造成交通衝擊 阻塞的時候 又要大家 大家盡興而來 敗興而歸 好不好 謝謝 消防局長 宇仲新長跟你提醒 謝謝 馬路如虎口 台中特別多 對不對 你也有同感啦 剛剛你答應本席的 台灣大道的慢車道的公車 我希望能夠半年後 半年內啦 不要半年內 半年內能夠有一個明確的一個解決方式 不要造成第二期的重大 交通意外事故 好不好 再麻煩你 多多費心啦 謝謝 謝謝各位 今天早上 然後聽 本席在這裡跟各位 所提的建言啦 定義局長 有一件事情要麻煩你 你從國有財政署過來的 有些國有地 怎麼把它納入 我們台灣市政府 可以用的 好 我們感謝 陳正賢議員 下一位 我們是 謝明媛議員 時間15分鐘 現在開始 好 Fucking OK 我想知道 好 那個 出席 大家 剛好 剛才我聽到我們這麼一個議員的表紙 我告訴我們既然我們主政 我們既然很強勇於承擔 過去我市長現在 我想大方知道 為了選舉留下不少有正義的政績 所謂政績 比如說米亞梯、戈基院、馬子園區、白海豚、台灣塔等等 相當多 這種急救張 為了選舉 快要做也沒有很詳細的評估 也沒有好好的做 所以他落選之後 留下很多這種攤子 所以你們既然 剛才來做國政 剛才說你們要永遠承擔 把要怎樣不好的或者錯誤的 要怎樣來修正來改 我想這是你們的建議 沒有啦 會不會好的建設也流下來 會不會建設你們的設定一定要用於承擔 不要什麼借口 我請教教教員 副市長 副市長 以前你做沒有地方關係 副市長 主席 請副市長 台中的捷運 是那一次三個月發生事情之後 終結事件之後 任市長是說無限期停工 你覺得是要無限期停工嗎 然後不把這個責任釐清 所以應該負責趕快做出報告 因為如果你無限期停工 我想整個捷運 終結會拖很久 去比他不耐煩 沿線的三點也不耐煩 所以你說無限期停工好嗎 就一人的副市長 市長的意思並不是說讓他停工 而是希望北捷 台北捷運局到台中這邊 代辦台中捷運的施工 要施工的安全 還有施工的品質達到標準 他要提出一個檢驗的報告出來以後 我們認為 我現在是問你說期限了 期限多久 我不希望無限期停工 你不停到四年以後 市長下去 沒有 會那麼久嗎 你多久時間要把整個責任出來 然後什麼時候要復工 我們一直在跟台北捷運 你多久多久多久 要多久 要多久 多久才會說復工 他們現在這個檢驗的報告 其實台北他 是不關他嘛 他有權利 有錢有錢 但是沒有這任 所以我們這有責任 然後你又說要拖無限期停工 或者等他報告出來 那麼整個終結又拖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拖累 你認識長 想說要 十四年裡面 把整個完工 困難 困難 你看一下 還有 剛才 VRT當然是 我覺得說他爭議太多 還有整個營狀況也不見得會很好 還有很多缺失 當然你要改做那個 優化公車專用道 我是覺得 也可以啦 我也讚賢啦 我想你現在看到你 因為 也有訂賤啦 但是我有一個意見 是說 你現在把百分之三十 原來在台灣大道公車 給他移入 VRT到車道 你這樣下去 會不會多少車輛 你要轉過 會不會 搭車 為塞車 為歐巴 會亂去 混為一團 你會考慮到 這百分之三 才廣告公車專用道 會不會有問題 VRT的專用道 有問題嗎 你講一下 這會不會更容易發生車禍 來我們的專用道的車子 基本上在台灣大道上不能轉彎 他從台中火車站到靜宜大學 他就只能走在轉彎 你就一直一開頭就是走專用道 對 他中間要離開的 這種路線就不能進來 從中間插隊進來的 這種路線也不能進來 所以現在要進來專用道的這些路線 一定是從 他的路線已經在台中火車站到靜宜大學 中間是完全重複了 你百分之三十你有分配路線嗎 有 我們現在差不多 不幾百分之三十 你現在是在公車上面刷卡 不是在現場刷卡嗎 在車站上 車站上刷卡 在那個車子上 車子上 原來就刷卡了咧 廢掉 原來刷卡 因為這樣不會驗收 那你就廢掉 廢掉是不是廢 當驗收掉 知道他的功能 你是驗收完 你還自己使用 在車站刷卡 或者不使用就廢掉 我們驗收完 要看他驗收完 到底他有什麼功能 因為他的功能 現在業者聲稱的功能 我們驗收得知道他有沒有那一個功能 這做隨地有功能才會做嘛 沒有 沒功能 沒有 我們台中VRT的系統 有很多都超乎我們的想像了 所以我們要驗收了 所以你說 你要說 其實不用驗收 你的心裡想說這個不好 在車站就好 不是 合約最頂數最頂的 你一定要驗收 我看你 你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要在車站刷卡 我看你在車站刷卡 我看你在車站打掉 不然你把車站打掉 不然你把車站打掉 車站現在都 跌到骨骼台機器 對喔 是 你有空間都跌到骨骼台機器嗎 沒有骨骼 公車上面 對 我看過了耶 我都跌到上面 現在我都跌到骨骼台機器 我建議你喔 我騎車我騎車去順一次看看 是 還有 我看你這裡面有編個 你說 為新建VRT 260億 還有藍線VRT 衛畫 18億 說278億嘛 你知道這意思也沒過 你可以看一下螺用嗎 可以嗎 不是螺用 我跟原報告 我們來六線齊發 因為這個是要新建嘛 你要新建的錢嘛 然後因為 我們現在給它廢掉 然後兩百 兩百七十塊可以用來這邊嗎 那就是 原來的這個 規劃報告是要三百億 就是說六線齊發 中義算是三百億 可是在這個 胡市長的時代 他算一下 現在已經算四十億這次嘛 齁 四十億這次 我已經開十八億 啊 開十十億 所以十八億 我希望 像中全螺用 我們也是要合成熙 合預算成熙 我們數就要怎麼用 就要怎麼用齁 還有連發便 好嗎齁 還有你剛才說公車 你是採新政策 是採直輪車補助嘛 那這就是看人在補助 就是看車在補助嘛 你才有出車的補助是怎樣的 沒有 現在嚇嚇車 現在大家在嚇嚇 會說看 車嚇人 兩種搭起來補助 對 你如果說完全用車補助 我 我穿著我越出去了 要遜不遜我的事 我穿著浪子也沒關係 我車越多補助越多 那公車來這裡就對 對我們乘客 就補助嘛 我一天天出來補助多少 都走越遠 補助越多 那麼這麼多人 不管 我們補助 你是我們一年補助 公車客人 十幾億對不對 二十幾億 二十幾億啊 所以就說 都做幾間 幾間在這裡 台東在走的十四間 對啊 二十幾個台東在走的齁 你看平均一間抗多少 對不對 所以他車輪越多 補助越多嘛 跟著公車那麼大間的車輪越多 補助越多 其實不應該用 彩車補助 原車合在一起 現在兩個合在一起 你現在車輪開始合在一起 有嗎 我們要去調最快的 其實還在協調嘛 所以目前還是在補助嘛 你明年一月 所以你今年開始 你現在補助他們了嘛 是 是啊 有你有沒有 因為今年幾個補助的餘生 十九年就已經夾這麼簽約了 這沒辦法再改變 每年的補助近年 還在協調 所以說公車啦 他們要夾這麼高的啦 他車輪越多台 你可以出的 他有可能破班 有可能不願多載 有可能過站不停 是什麼 狀況引臉 有可能 有可能有沒有 是有可能 所以我希望我們穿街 就去拖到美年 就拖這麼久了 沒辦法提前嗎 你夾夾這麼簽約 這要改有困難 沒有啦 我跟你說齁 這個政策就不是很好 當改就改 對不對齁 還有你這個補助的話 我想說 十公里當然是政策 以前是八公里免費 這十公里免費啦齁 我看這政策一段時間啦 以前台南啦 高雄媽媽修行過齁 但是我想明顯 擠車也沒有很增加啦 剛開始一百年 修行的話有增加 比03年開始增加不多啦齁 所以我想說 因為 有什麼 是我們免費的 要來補助提高 它的存在力 我想 這你看台北市的公車 有什麼密集耶 密集才是重點啦 是 我現在大型 我要坐一隻公車來這裡 我也要等多久了 我不要坐 我跟老婆 我三車過來 或是開車的 我都要趕快 所以我想 補助當然是一個德政 但是 可能要採取什麼配套方法 是在監督 對啊 那補助有效 但你不能永遠補助夏季嗎 會永遠補助嗎 是公民是永遠補助嗎 有困難 對啊 所以你不能說 一直補助夏季 等到有困難 採改 八成的萬壇 你知道嗎 我以前 以前那個 有報奏 現在沒有報奏 所以你要採取一個配套方法出來 好 你請坐啦 謝謝 我要請關關局長 機長 我說這個 我不要這麼嚇你 看到啦 就像你的業務對不對 馬祖延期 有馬祖基座延期 沒有馬祖 這以前一九年 選基礎就說過了 我看阿嬤去考察過了 其實 當時這利益是很好 那地方是可以發展觀觀的 但是問題是 很草率 整個機會都還沒有到位 那你就弄個馬祖延期 然後到最後是一個馬祖基座延期 如果成了事實的話 會有請 你知道 要欧願起務 我看你變多少 變五一一一 變得不少 沒有六億兩千萬 我看你最好是六億 六一一二嘛 不少嘛 如果說 我當時有答應 就是 我只給我去協調的 我們馬祖延期 變了六億兩千萬 利益很好 它是最好是 帶動地獄繁榮 當然大家樂見 但問題如果說 如果最後是個 馬祖基座延期的話 紅十個 還要去 結果我們市務變六個 兩千萬 沒有好 當然是有周邊的一些環境設備 什麼契約旅館等等 但是問題如果 沒有一個馬祖的上面 那是真的不行 所以到底是你們 是這個編議算 還是要邀請 這個聯議會 一定要沒來 你講一下 目前為止 原來按照原來的 工程的規劃的部分裡面 是最早是 包括整個基座跟 馬祖神像的部分是六億 但是後來在變更了之後 包括只有工程的部分是六億 馬祖神像的部分裡面 是用公益勸募的方式來處理 馬祖神像需要多少 兩億 兩億 你知道嗎 如果他們 但我看報紙是說 反正他們撤回募還 那這裡是主管單位啊 當然是有沒有契約 沒有契約嗎 往前共揚嗎 我只共你跟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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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合約 還沒有合約嘛 所以我想你的責任要是 但是在告訴連議會的人 拜託我們當時這樣講 一定要目到 不然我真的叫我馬祖神像 我受到地方 要繁榮困難 當時的美意 就失去了 就缺衣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這事情 既然 已經報紙都看出來 你有義務 一定要拜託他們 要不來 不然你說是你錢 我花這些錢 我花錢 我來講 我來講白海豚到底現在情況怎麼樣 進度怎樣 你編了五一七千萬嘛 在 103年 12月16日 你還沒來做局長的齁 103 12月16日開工嘛 105要完工嘛 6月27日要完工嘛 105 6月27日完工 你現在是進度怎樣 進度有沒有 白海豚 我們 我們還沒有去考察過 不知道 唱得怎麼樣 到底是 是 進度怎樣 你有去看過嗎 在哪裡你看過沒有 你有去看過嗎 他在五七一港 旁邊那個 黃蜂林裡面 你有去看過嗎 我去看過 那目前的進度 大概 實際的部分 差不多是八點七 差不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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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按照 你103現在是104嘛 百年 百年 差不多百年了嘛 你覺得 你現在 大家報告齁 就是 白海豚的部分裡面 就是 這 白海豚不要成為一個 沒有白海豚的 白海豚館 所以 就沒有白海豚了啦 其實我現在也是 你是個雕像而已嘛 然後用那個 三滴啦 那些影像在 那些 給人家看而已啦 你要白海豚來就沒有白海豚 重新去 重新去 做一些定位上的調整 你可以用白海豚進來嗎 這會危害很環保喔 那是保育動物 保育動物啊 你可以牽涼嘛 不能牽涼嘛 所以不能牽涼 所以不能牽涼的話 實際花那麼多錢 弄個 雕像 換燈片來看齁 真好笑 他的定位要重新再做定位 可能還是要走回到 海洋生態管法室來處理 我就怕會不會再增加啦 齁 我怕我告訴你 要對他到醫生的啦 現在他們的經驗就這樣齁 我們希望 現在百五億 會科技院二十幾億 沒有到四十幾億 也不會刷 所以我們做工程 為什麼每次一直在接家 接一下都超過本一算二分之 可以這樣做嗎 所以你看他這幾個 白天輪就增加嗎 會增加預算嗎 希望在這樣控制在這個基本上 如果沒辦法控制 超過怎麼辦 我們整體來做 我想這是沒有白海豚的白海豚漆 萬一馬祖元旗沒有馬祖 神像的元旗 他真的是要 做這種工程都不對 你知道嗎 這些是全朝做的啦 政府都在檢討這個部分啦 海山所有的觀光的部分 都在做檢討 其實海山你這兩人做好事 帶動海山的路列 就繁榮 本身就贊成了 但我們不希望說 你做的都全都在那 做一半的 錢那麼多 結果不了了之 結果你往那 整個錢 然後海底下 因為希望的路列不去 所以我剛才特別聽說這兩個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問題啦 所以我這兩個問題 我希望說你要快速 去處理 去溝通 然後馬祖元旗有馬祖的一個關關元旗 白海豚當然沒辦法做 不能把白海豚拿來 我看你裡面有一個白海豚的勾錢救援行動 感謝謝民元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段維宇議員 跟洪金福議員 陳青龍議員 吳顯森 以及陳陳廷議員 五個人聯合諮詢 時間十五分鐘 現在開始 謝謝 主席 副市長 三位局長 各位主管 本會先進同仁 所有媒體先進來 首先啦 要來向台政局長來報告一下 你不要為了 要來幫你接吻啦 你就來答應我一些工作 當然 整幾天啊 經過你們的協調 對東林的這個 土地奉領 你真的可能有打拼啦 大概有啦 四百拼 你跟我說 完全六十多拼嘛 其他還在打拼齁 你現在做得比較好 我就支持你啦 希望啦 你做這個局長的時候 能夠真正的 替這些農民祖福啦 好不好 齁 大家鼓勵一下啦 我也 我也很認真啊 在山區啊 我今天感冒都沒聲 對不對 本頭就沒聲了啦 還為了 高通局長 三位一位 跟天空都沒睡 你知道嗎 所以我實在 也很委屈 還沒聲 頭到你後面 從頭到你後面 等一下再來跟高通局長問問問 我是怎麼要認名頭接齁齁 啊 觀光局局長 你們的庫長啊 你請坐啊 你的庫長啊 跟我去看那個叫做電動小火車 經過無方電影文化城 跟地震博物館 啊 最近再去看一座啦 大家也是為了要跟你結順啦 你們庫長 寄證啦 現在先庫長啊 沒關係就跟我去看一座 我也希望你不要騙 中間的庫長給我騙騙的 大家庫長去了啦 對吧 會騙我可以騙 庫長怎麼不簡單呢 你們這庫政黨怎麼厲害呢 騙騙的就會騙 你不知道會騙嗎 你如果騙我騙 我還說我要台語士的騙 有 有 有 語言跟你台語士不是抓到啦 你不用怕齁 你看我今天很輕 因為 沒聲 為了要跟交通局局長探討一下 包括副市長 林副市長 我就很寒慢的啦 以前你在做交通局長 我就很仰慕你 我也選一次立委 我就選不住 沒機會跟你探討啦 今天為了要跟你探討 沒聲音的電影 我那個興奮之心啊 要來跟你報告說 能夠跟你在一起 來為台中打招 是我的榮譽感 但是有一件事情 要來叫這個副市長 你這麼大的官做過 你今天減一個米亞鐵的董事長 你嘛齁 沒錯吧 你減的嘛 現在不是啦 我吃過了 本來是嘛 本來是嘛 你有沒有覺得 有一點點的 那個傻錯感 有沒有 沒有 我們剛上任以後 我們是 接續 是啊 我就是說你 你這麼大的官 做過交通部長 這麼大的官員 這麼有學問 去減一個 這麼小的董事長 你都願意來屈臼啊 這其實是台中市民之府 你實在沒有辭職的啦 懷疑就甘願收啦 啊對啦 但是我覺得有 齁齁齁齁 包括市長 我來講 齁齁這兩個字 來解釋你會比較心情比較好 既然米亞鐵廢掉了 我請先救教育交通局局長 中央補助多少 你說一下 中央補助多少 米亞鐵 米亞鐵啊 米亞鐵都我們市府自己的錢 都沒有補助嘛 補助一部分 整個月錢啦 是啊 補助多少 六千塊 你請坐 包括副市長 你請坐 包括副市長 總部副市長 同不同一回事啦 包括副市長 同不同一回事啦 以車道來講,這個車道是同樣的車道 科目都不一樣吧 但是軟體不一樣 軟體不一樣,科目也不一樣吧 優先公車專用道就是優先公車你車坐 你騎著我手腳開始刺你,我這樣看到部長了,怕死 優先專用車道,專用車道這個科目 與BRT的車道是兩碼子四啊 你很了解啊 所以我覺得很齁齁 7月8號是不是要上路,交通局局長 是不是7月8號要上路 是,7月8號 是啊 你沒有結算BRT,怎麼把輸人的公車塞到我的BRT車道呢 BRT他說花了多少錢 BRT現在花22億 22億嘛 什麼人的錢,是你們家的錢還是市民的錢 市民的錢 是,你請坐 為什麼拿市民的錢 來讓輸人的公車來走呢 你們有沒有 把BRT結算之後 把這個科目 轉為優先專用車道 結算它 那,陣列它呢 沒有 你準備這樣 要蓋過 黑龍洗頭要洗過 是這樣嗎 包括林副市長 你當市長做了 你辭職 因為你上面 不知道是不是聽我說的 我要幫你送鑑燦營 你們只要兼職三個月以上 你也已經三個月了 你送也要扶著 看我要送還不僅 我來幫你報告一下 你做董事長做過 這個BRT 一共有66個人 66人 包括副市長 你可能也不知道 我這裡有名單 出擊36個 管理人員30個 管理人員30個 包括副市長 這種公司的賺錢 你有看到台中 出公車 一個公車站 一個掃頭 兩個 10萬 一個賣票 四個人 為去轉台中 幾百台的車 我們都送幾台車 局長 幾台車 我們關32台 32台車 30個管理人員 36個市長 包括林副市長 你檢檔市長 這個基幹 你難道沒有覺得 這樣的人力資源的分配 跟所有的行政效率的安排 受問題 根據我的調查 包括王局長 這裡面 也有副市長 也有黑官 不是嗎 有沒有 有沒有黑官 沒有副市長 有嗎 你說的黑官 就是捷運公司籌備處轉任 七個人 是嗎 這些人怎麼轉任來 反正是北捷 台北捷運 國庸捷運的 任期間也不一定 不是我詭毀他 他階段性任務結束 對 那當然是籌備處 他也是靠進來的 靠捷運處 靠捷運處 對 這個是公車體系 在裡面搞什麼搞 在裡面搞什麼搞 外行領導內行 10萬塊的明度 你BRT自己靠進來 撲數 縮數 你要多少 3萬塊 這個貴啊 你要8萬至10萬 怎麼會把捷運的人 留在BRT裡面呢 這段性任務結束了 就叫他走啊 留在這裡幹什麼 當官啊 包括董事長 可以這樣嗎 紀元叫做BRT BRT自己扣一萬 上街關的薪水 4萬千塊 那貴啊 你要8萬至10萬 包括董事長 你財金喔 你那位市長 我幫你報告 我很愛幫你貪圖 因為你關很大 我一講你就知道 我在講什麼 清潔公司 結束 結束你的打掃工作 你一個沒注意 什麼叫做什麼營運長 五四三 帶所有的外行去掃頭殼 你知道嗎 你知道一天 台中市民 付多少薪水 給他去掃頭殼 那些人一天的薪水 幾萬耶 一個請幾天來請 一千三塊 掃了 你現在是看著貴了 不是 掃什麼頭殼 所有人員都去掃頭 局長我怎麼弄你了 沒有 也沒有 真是卑鄙無恥 下流 這樣子的官員 這樣子的公司 32台車 30的官員人員 台中市 就讓這些人吃到 你不覺得嗎 我一直跟你講 這個BRT 既然廢掉就結算 變成供應處 交給供應處貸款 將來有捷運局 是不是歸捷運局 你們還在找一個 什麼company 裡面還要請總經理 你是在台中市有多少錢 你怎麼在吞 你認為呢 違觀者 當為公益之事而努力啊 不是把老百姓的納稅錢 拿來踐踏 這國家有什麼希望 要什麼希望啊 要執政 可以這樣嗎 BRT就BRT 改300路公車 沒有人跟你反對 請你結算 要改成公車專用車到優先車 我也認同 請你再送預算進來 不是這樣嗎 既然叫做300路公車 為什麼不叫到供應處去 交給公共汽車運輸處先貸款 跪 請走路 BRT call起來 重新蓄製 我也薪水比較多 說不是三萬塊來用 用貴 不是BRT 政統人員 用八萬幾十萬 教長那是不是你們都要請吃 我沒有一切半的 沒有一切半的 那你怎麼放任他這樣子做 我是主管機關啊 啊這 公司來報的新資結構 我也叫他們減透 你做五個月了 胡志強尊重有一百個混蛋 你也應該把所有的混蛋拿掉了 你當了五個月呢 你當了五個月呢 不是嗎 是 我給你七天到十天的時間 你把這個BRT公司 清清楚楚給我一個交代 五十分鐘跟你看不透 第一個 第一個 把BRT 三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 三十個管理人員給我精簡 第一個 第二個 非BRT的公司的人員 不要再見到黑官 第三個 BRT 你一定要結算 把他放到 三百路公車交給供應處 來貸款 將來如果有捷運局或怎麼樣 再來處理 局長我這麼說你還沒理 第三個 三百號該供應處 這本的七月 特別開始就是這樣 你都沒有結算 要怎麼搞的 沒有啦 他就比公車 三百號公車的公車 就供應處管了 第一個第二個 因爲 一些老計畫 你把三百路公車交給供應處算 那供應處處長怎麼怎麼去 總經理怎麼管理 他的值等不對等 所以不要再有總經理啦 也沒有什麼營運長不營運長 你通通把他跪到供應處 由供應處去續等 比照續等 將來高的捷運局 包括理副市長 我這樣講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副市長 公家機關啦 BRT公司 我要求你 在這個規矩進行 結算完畢 如果你不相信 你試試看 可以這樣嗎 你們心裡有鬼 林副市長 我這樣講 你懂我在講 講的沒有錯吧 交通局會去檢討處理的辦法 好 你確實 我就知道 包括交通局局長 紀元廢條 我局限還在不在 捷運局限 對啊 現在我呢 台立附方的這條局限 要再做嗎 來我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局限會對台中港 清泉港 中科 水南 有要做嗎 我最重點是有要做嗎 有要做啊 以前幾個到哪裡了 以前幾個路線 走到台下就過了 有要做 有要做 這個評估,這個評估之後 什麼交通報、交通報、投資 這些補助 這都沒有重點 我斷後遇,沒有在管理 怎麼補助 也不一定說 你四年裡面跟我做之後 我就覺得很安慰 只要你跟我講,跟我簽個名字 面對跟誰一定做 可以嗎? 可以 來 主席可以嗎? 如果你要簽,可以簽 看你要簽 明天給我簽一個,一定做 好不好,局長 來,副市長 紀元你說的啊 李紀元跟我說的,你就 隆重廢掉了 但是你大英文要給我做 從台中港到台營業到台立 你就給我寫一個,一定做 我就爽了 包括副市長,你要給我背叉一下嗎? 你給我背叉一下 你大部長給我背叉 我連今天看到你都給你提供 來來,你給我背叉一下 你給我背叉 你給我背叉,你給我背叉一下 你給我背叉一下 我這張喔,會把你背叉起來 放在我合作的假中 沒關係,意志無重 你給我簽名 我跟副市長,你給我背叉一下 你給我背叉一下 人要給我背叉,我就很有名字 我這張喔,會把你由表白起來 放在我合作的假中 包包那個啦 這張你簽得太快 這張的路線 沒有關係,你可以改變 你可以改變 包括副市長,你可以改變路線 我現在只要說 你欠給我做這條局線 你可以改變任何路線 我這看人在這裡說了 我就可以回去 只要你肯給我做 局線留著 局線就好了 沒什麼 我代理武方有就好 我在關你白尾怎麼 你 記者大人,你不要給我害 我現在就是說 你公車也不要坐 沒關係 什麼藍、白、綠 什麼都不關的 請你把局線 代理武方給我做就好了 對不對 那跟他不關的啦 簽名是你簽這條線 沒有這個打一下好不好 打一下好不好 你要簽一下 你的名字說一點,局線 局線一定坐 你下來,局線一定坐 局線一定坐 你給我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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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局線一定坐 我給你表白起來 其他線跟我無關的啦 我還記得待會兒 不要給我害 局長換人 局長換人 副市長在那邊 副市長不換 副市長做到部長回來 人家都換掉 人家都不要算 你才知道我不會換 不會啦 來來,同簽一下 好,好 好,感謝我們段議員 你尷尬 感謝鄧惟宇議員 不簽了 簽一下啦 簽一下啦 怎麼會怎麼樣 也感謝陳金龍議員 吳顯森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黃新惠議員 時間15分鐘 好,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黃新惠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現在開始 謝謝副市長003 你也很愛作秀 人家又簽名簽到 一支幾個錢 003 一支幾個錢 好,來 官方局長 官方局長 我 我都想都沒有啦 因為 以我的思考邏輯 我覺得蠻混亂的 比如說 大甲馬屬的神像 你募不到款 然後你就說那個 胡志強 有弊端 然後 什麼六億 有弊端 有什麼 要送檢調 也從1月 查到現在 也沒有結果 那你為什麼會說 你上面那個神像 募不到款 就說別人有問題啊 我不想問你啦 因為 你已經在媒體 發布的東西 你已經 置入性的行銷 給台中市的市民 胡志強的團隊是 有弊端的 我說 這樣喔 做人不夠力喔 你請你坐啦 我說 我怎樣都想不出來 以我的思考邏輯 你的神像募不到款 就說別人有弊端 請坐 這跟我無關 你找打手喔 跟你有沒有關 請坐 因為你已經污衊人家了 除非 除非你登報 講清楚 不然齁 我們永遠記得你 這樣子的污衊 我覺得很不應該啦 因為這個跟我無關 所以我是主任當年 但是這些新聞跟我無關 還是跟您您三戶市長有關 請坐我沒有問你喔 我覺得這樣不好啦 因為齁 我們的心齁是柔軟的 那我們問這 我們任何一個公務人員齁 在這個職位上 都是為了市民在做事 如果用這樣的模式 我覺得很不堪齁 真的 你一直在辯解 可是你的 你的媒體 你的報紙齁 還有上電視 3D電視 全部都這樣講了 然後呢 不知道的人 還誤以為真的是這樣 你這樣子污衊全草齁齁 我跟你說 那裡面有觀光局 有你的觀光呢 發包也是你觀光局發包的呢 你可以這樣嗎 沒道理 好來 那個王毅船 大局長 我叫你王毅船大局長 我感覺你這樣啦 你自那個 那個明明BRT是台中市的 節能減碳的運輸工具 自林佳龍上面 他就利用考察齁 其實那個叔叔還沒有完工 也還沒有驗收的行控中心 用了正路以後呢 然後故意怎樣 故意污衊他 然後說他 然後呢 不清潔 不派人齁 然後把車站 弄得非常的骯髒 因為 因為我們有市民齁 後來喔 會照一些照片出來說 為什麼BRT車站變得那麼髒 沒有人清掃 然後呢 不時不時的有夾人事件 然後呢 也請媒體 只要發覺BRT 有一件件的 小事件齁 污衊他的 就有錢可以拿 這個我跟你講 然後再弄一個 黑箱體檢以後 發布繳民調 我跟你講 你所有的BRT的不好 你有跟議會來報告嗎 有沒有 沒有 對不對 你有跟議會報告說 BRT 那個議長 我們的各位議員 因為BRT我們總檢討以後 他有什麼狀況 他有什麼狀況 將來會延伸什麼狀況 我請 我來拜託我們議會 是不是可以怎麼處理 完全沒有齁 你就禁制發布說 7月8號要改成優化公車道 甚至都把它改名300號公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請坐 我覺得很痛心 因為這些事情 我們曾經都在議會討論過的事情 也都是在執行的 然後你汙蔑他 還在 還在那個新聞媒體發布 你剛剛講的是22億 結果你發布說 這條BRT 開四十幾月 對不對 這個我跟你講 我覺得 那個 很人家 你就覺得他很痛心 每行你都看不順眼了 但是我覺得 這個事情 你既然是已經現任 你是接任了 你就應該把他的 所有的系統整合好 以後 然後呢 好好去使用他 觀察一段時間 覺得他哪裡有缺失再改 沒辦法我們再來處理 應該一個開闊的心胸 應該是這樣 但是呢 你故意讓他脫搬 那故意呢 本來有三十幾台 你就故意 十幾台把他放到那個 什麼維修廠去 然後呢 告訴人家 那個是中國大陸做的啦 很爛啦 不能開啦 現在已經要維修了 我覺得這樣不好 但是呢 我跟你講 我也都是從媒體看的啦 我也都是從媒體播的 但是你們那個新聞局長 那個小朋友很厲害啦 他什麼事情都可以透過 媒體放話啦 所以如果要怪 你去怪你的新聞局長 卓冠婷 你可以去怪他啦 但是呢 我們覺得 這樣做的方式 你已經汙蔑他了 而且你七月八號 就已經公告要執行 所謂的優化公車道 這樣好了啦 我請問你一下 既然你嫌他不好 那你要做優化這個公車道 我問你齁 台灣大道二段至四段 齁 在週一至週五的下班 上下班的尖峰十段齁 請問你站起來回答 這個時間 你可不可以保證不塞車 我可以保證比現在不塞車 那個齁很難很涼 不然你就現在告訴我 現在告訴我 現在BRT 多麼的塞車的狀況 用數字來 然後呢 你在七月八號以後 在這個時間 什麼叫保證BRT 比BRT不塞車 對不對 你現在講的嘛 因為你都在汙蔑化堂 我要告訴你 可不可以 這個時間是不塞車的狀況 你說 不塞車對不對 我可以保證 比現在不塞車 你不負責任 我告訴你 你不負責任 因為BRT 你可以改善可以整合了 你沒整合 那我改善比現在好 什麼叫改善比現在好 你是把BRT全部換掉 好 我要問你齁 如果你按照林市長的意思 把BRT改成優化公車道 那台灣大道 既然還是繼續塞車的話 那就表示你的政策是錯誤的齁 那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告訴你齁 你不要強行做 你如果要強行做的時候 沒有改善這個 拆車的狀況 你願不願意下台 我可以保證 你願不願意下台 台灣的優化公車專用道 慢車道 跟快車道 上面的行車速率 一定會比現在還要好 在同樣的條件 同樣都不要 同樣是禮拜五 晚上 我告訴你齁 你再講一次齁齁齁齁 你改成公車優化專用道 一定 不塞車對不對 如果塞車 你就下台 我告訴你 因為你既然浪費老百姓的工廠 那個已經在執行的 錢都花出去了 你有辦法把它截止 然後換新的 那我想呢 你應該非常的有能耐 非常的有想法 非常的有規劃 那就是說 你改的一定比以前要好 不會塞車 讓老百姓感覺 你的優化公車是最好的 好 如果沒有 那我就請你負責 下台 因為 一個執行的 有可能一些測試齁 是錯誤的 但是呢 你既然敢把前面的拆掉 前面的拆掉 換新的方式 那就是表示你很有能耐 我們祝福你 但是你記得 七月八號 換成優化公車專用道 沒有改善的話 繼續塞車 會改善 會改善 那就請你下台 好請坐 不過我要告訴你喔 不要用無名化的方式 因為你取得執政權了 你就是有權利 但是你要記得 要到議會來報告 我們議會呢 是受市民之托 如果你蠻幹的時候 你知道齁 你蠻幹的時候 一定會有公審對你的 好 來我要問一下我們的那個地政局長 請問一下地政局長 你的那個平均地權使用有沒有相關的辦法 議員好 有我們有定收支保管運用辦法 那你可不可以講兩個 講兩個裡面的 可以使用辦法管理辦法 兩個 兩個就好了 平均地權基金的運用範圍 包括 促進市地重劃區 以及區段徵收區發展的建設管理維護費用 以半軍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建設管理維護費用 這個都可以用我們的平均地權基金 那局長我請問你一下齁 對於土地的重整跟重劃 這件事情是好還是不好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配合市區的發展是有需要做的 有需要做的對不對 好 那他對於財庫的收入有沒有幫助 財政的收入有沒有幫助 土地重劃完之後 因為公共建設提高 所以地方的發展會好 相對的地價稅增值稅會增加 對市庫也是會有注意的 會有注意嘛對不對 好 第一件事情 你剛剛有直接回答嗎 是有幫助的嘛對不對 好 收入也有嘛對不對 是 可是我聽說你跟你的同仁講 千萬不要講重劃的好處 重劃對於市庫的幫助 因為那會讓市民誤會 我們在炒作土地對不對 我應該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應該沒有講過好 對我應該沒有講 可是我要告訴你喔 你覺得那個重劃的錢是 是炒作地皮的 然後 是不好的 可是我發現你很愛用它咧 你很愛用它喔 我們這一次的追加 減預算裡面 很多錢 都是你用這裡 來支付的對不對 可是呢 我剛剛叫你講的那個管理辦法裡面 有這麼多辦法裡面 我沒有看到說 教育局邊網球中心 第一期的興建工程 那個球面 市面要八千一百萬 也沒有聽過說 環保局新進人員的薪資 勞建保和退休金 八百一十萬 可以從這裡支付啦 環保局的清潔獎金差額一百八十萬 還有還有還有很多建設局的 也有啦 各局都有齁 你邊的追加 預算在裡面 我沒有聽過這樣 那你可以解釋 你是用哪一條嗎 這裡面齁 這些業務跟市地存 的話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你去把平均地存的基金 拿出來這樣子用 可以嗎 你是用哪一條 報告議員 這個其實是 您剛剛提的有一部分 像那個體育場的部分 他其實是在我們的 舖子區段徵收 因為舖子區段徵收 他結束之後 他的財源全部 我問你 這些跟舖子區段徵收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有嗎 還有我問你 你這是在追加預算 有聽過 平均地存基金 是用追加預算來處理嗎 可是呢 我們問過 我們有這個疑惑 問建設局 問水利局 問都發局 他說那個是地政局長 教我們這樣用的 他說是你 所以呢 我今天特別問你一下 特別問你 這個平均地存基金 可以在追加減預算的時候 拿出來使用嗎 還有呢 你用的科目很奇怪 我們以前是在平均地存那一本 基金裡面 去展現這一筆錢 用到哪一個單位去 然後呢 我們看得出來 平均地存基金的總數在哪裡 支出在哪裡 還有你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看不出來 你的收入 你回到市庫在哪裡 市庫又支出在哪裡 我很不清楚 你的使用方式 但是呢 你卻可以跟各局講說 那個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呢 我告訴你 我要請求審計處 來調查 這一筆錢 可不可以這樣用 我覺得啦 副市長 我們的這個農業局 這個 營養午餐 教育局的營養午餐 五塊沒錢 我們就用 請坐 我們就用大台中農業發展基金 基金啦 那各局 沒錢就說 我們用平均地存基金 還有 護士長 臉新聞局嘛 你玩基金會啦 我就覺得 還明目張膽說 要發展隱私 那市庫沒錢 又向銀行借錢 叫市民幫你們的市府團隊 一年要支付 六七億的銀行利息 這麼多錢喔 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 全市的弱勢兒童 兩年的愛心午餐喔 我覺得你們是這樣的 在騙議員 騙議會 口袋沒錢 就開支票發宣傳 然後騙選票 來 拿著基金喔 當私房錢 騙議員 騙議會 騙選票 平均地存基金可以這樣用嗎 然後呢 拿著基金當你的私房錢 我覺得齁 我 我跟你講齁 護士長 你已經執政了 你林市長執政 一定是四年的時間 除非他被人家發現到弊案 不然換不了他 請你好好的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做 這樣不太好 真的不好 然後呢 有事情不跟議會溝通 藐視議會 然後 議會通過的事情 不執行 亂扣錢財的帽子 用錢財的 扣他的黑帽子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然後扣完黑帽子 還不講清楚 你到底調查的結果是什麼 來污衊 我覺得你們一貫的這樣伎倆 不太好 我奉勸你們 改正 改邪歸正 不要再一直用這樣惡劣的方式 這樣子不好 請你們回去跟你們的林市長講 還有BRT王局長 他是中央交通部来支持我们做这个计划的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在进行这个计划 好我们感谢黄兴会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何敏诚议员时间15分钟 这个国民党过世纪党闭着 没关系都不用怕 那表是你们都很认真在做行费 就是认真做行费他才会贏 不然他要贏贏 那没有做行费他也贏也贏 所以王毅川你表现不错 陈胜川学者苏文 如果经营过华信航空的 这怎么说多少 张志祥又开始赞 可以用那么多才高八斗的地震局的这个 我们同仁啊领导而且没有障碍 我跟他计划几次我知道 这个 平均地钱基金起来有志 欧智供是不是你把平均地钱基金 转进去市场 又去用其他的建设 没你来这些没相关的 也都用平均地钱基金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讲 对不对 还钓一百五十三个去 唐智供你给他做政 那些都斑斑可考 死鸡斑斑 我不是新来的了 再来像米亚梯 米亚梯 米亚梯 哪有啥 改了哪有啥不对 米亚梯本来就要改 我 我丁股的这些去锯金山 锯金山那两十公车就是米亚梯啦 那有什么专用道 去联合广场那样 也要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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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叉 他们造公车就来 他们造的公车就来 公车造的他们就来 很方便啊 那两十公车就只要去买什么米亚梯专用道 有那么伟大吗 没有啦 所以我说你做得对 改善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交通 我们的境关 改为就当为改为 该做当做 不要切以他们这个很凶的这个面孔 很严厉的主折 不要怕 我给你靠 这个但是啊 感到我也要感到 我也愿意 这个 台中火车头 那个部长啊 副事长啊 等一下 佛罗斯要叫副长官司 来 台中火车头 我有听话说 因为结尾困难中央 实在说 这就是都不准照 当然是我们有些 困难中 那时候 把我们定案的 替路构计划 那时候的 结尾了 原因现在都变了 那里了 欧洲 那车头前 我们已经变古迹的车头 给你开一个BRT 的临时车站 我跟他说 啊 何明城 你可能会高兴 你的建议非常的有效 我们发现 这个只是临时性的后车厅 将来BRT 我们还是要弄到这个 已经设定的这个转运站 在这 转运站 这都当车时 就已经 设定好的转运站 但是我最近他又听到说 嗯 我们要排海豚 还会转运 听他说啊 这个转运站 不可以用 说 要把那个 如果加速米 那里头前 那里 那里 后车厅 那里 你要把他刷去金沙 就是现在 中央那个艾美 韩社酒店 的头前 那个建国路 千万 不要 你如果有障碍 你要去聚 比如说国光科院 国光科院 就在这 国光科院 你 要把他拆掉啊 要把他装修啊 要把美额 可以转运来 转运啊 公车 都可以转运啊 改革建国路 车头前的问题啊 这是尊重 当初的 我们铁路高架化的 原创 原设计 因为你这个像说 常常电工人也在说 说 这个 这个 出入路 在 这个台地路 这个 没有啦 那就一定 要听 我都没听 我做 我做 鐵路高架化 周边配套措施 专案小组的召集人 李宗作副召集人 我们那个 小组 开过七回 没有一个 委员反对了 大家也认为 那要通过啊 就是要做 协议架构小组啊 那些人说 欧队雄都不动如山 就是我们现在起来 有做 协议架构小组 跟他协议架嘛 协议架 如果他跟他协议架 他不跟我们协议架 我们就用政修嘛 这就一定要做 不然你已经设计了 帖子的 设计了 后台的出去靠 就在这里 你还要去搜 S型的吗 庭山师傅 搜一个路吗 这个不对啦 这个不对 就不要 就应该要改过嘛 对了我们就要坚持嘛 当然有一些文書工作者 也在说 旁边以前是人 是人家里面的台铁宿舍 那些现在贴一半 那些要再保留 那贴下来 要保留 应该是那个部分 异地保存 快把一堆藏起来 夾夾看 像那些雅思文大水坝 快把异地保留 那些我没意见 还像这十一号倉庫 该要给过就要给过了 这都用异地保留 当然最重要的 这个 通以外 其他整个车站的 历史建物文物古迹 应该去组成跟文化局 来组成一个 这个历史建物的审查 马赶快马上 审查马上赶快定案 快快定案 这样你才能当教官来的 台中飞车头 配套措施 来人家来推动嘛 以前的政府是 很暖的啦 我跟你说 我说到以前的政府 国民党的政府 屁屁刷你知道吗 我说 我做转案 修作教育人 我去做 我发现说 建国家 我们现在就要秩序了 又是市長一定在 本来就要变广坚庭公园立地 跟国防部的 南京新村 跟台铁宿舍市 本来就是要做 这个 这个 一体的 新的车站的广场 公园 停车场立地 跟台中公园 遥乡呼应 新的车头 是在那儿 那儿 转運站也在这儿 应该是叫这个 原重原轨的 这样做 但是跟内政部 我刚才会 民国九十五年 变一次 民国九十八年 再变一次 一百空二年 到现在还不定案 现在就一百空四年了 那些年代 就要对核心去民政了 那这样还不定案 这是什么小政府 咱不允计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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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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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比辅長 咱不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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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允 那些人要幫你創工的啦,都雞蛋裡在幫你挑骨頭齁 來你做出一些東西讓你看 堅持我們董事實的這個設計齁 趕來接行,讓我們台中火車頭 今年在通車後,賣去給我們賣說,這個政府又沒用 其實是大部分國民都沒用 我們接一年而已,說共工沒用 這樣就不成了,對不對 所以喔,跟協議加工 跟文物保存 就地保存也可以,紀錄保存也可以 趕分頭進行,這很重要的 這也要扣你以前的交通部應用力來進行 最重要喔,這個車頭,不要把他刷去建國路那邊 轉印站啊,要尊重原創 再來,這個富士領 因為你實在是我很敬動很敬重的人 你對台灣的交通的公園,特別是台中市 我一定要跟你高度、輕盈 當時,如果不是你去我們東公園路 提供阿東海傘 頭前到蚵子宮到我到何民豪 要選擇鐵路高車 七十四號公路開工 如果你選擇這兩條,這兩條 不然現在還要等到當時啦 台中市的鐵路高車,還是台中市的 環狀縣的七十四號公路 就遙遙無期啦 這個我們要跟你高度感謝 但是,我們施政 我們現在是出手來做這個富士頂 我們陳大進就怎麼做過了 陳大進我就他帶出來的 什麼你來做這個這麼小的富士頂 但是現在就是來拜託你用你的影響力 來影響台中市一些重大的建設 剛才台中火車站這個各位也是其中市 再來我提出一個 比較天馬行空的案 就是說,新車 新車,我們有辦法跟蠟山來 開拍一條新的替代道路,景觀道路嗎? 看我剛才先來評估嗎? 那大概齁 我如果看我們 台中市的蠟山跟蠟林農場齁 好,我們是要對宜蘭去的 不然就要對青景農場 寫在台風而已 不然就要對福秀山 這樣要走五六點鐘 明明都 近在 近在 數十公里而已 我們結果沒有一條新的道路 我記得當初是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我就跟張淳生去八煙嘴燒來 去火箱看有新的路線 就是那時候也要做攬車 到現在當然我們沒有繼續執政 我那一座山也爬爬爬爬 後來我五六點鐘了 我現在在想說 是不是運用到你的影響力 趕快來 來蘋果一條對 新的 和蠟山的新的 台中市的橫貫公路 有可能嗎 請副市長回答 謝謝議員 坦多達,剛剛議員指教的部分 關於台中火車站 新站舊站等等的 包括台塘的這個 帝國塘廠的這個 跟建國市場的部分 台中市政府的各局處的看法 都是一致的 而且在繼續在推動中 你坦多說的大字路 那個打通 那個也很明確的 那個倉庫 十一號倉庫 要把它打掉 這個也已經明確的 另外這個宿舍的部分 市政府的看法 跟倉庫的看法都是一樣 但是文化局長 現在在跟文史工作者 在協商 在溝通中 關於 車站前面的這個 當然 搭乘火車下來的旅客 他們也是希望能搭乘 搭乘公車很快的離開 這個月台區到市區 車站下來 月台下了這個 這個 公車的月台 是存在的 可以從這邊很快的 就轉運到公車的系統去 這是關於台中車站跟 跟那個新站舊站 舊站 舊站就變成一個博物館 那另外這個是一個文化的郎帶 從台唐的那個帝國 一直到中間是一個郎帶 包括台中公園 綠川 都說我們都有一個計劃 是是是 就是所謂的城中城的計劃 這是我總之順 我會再說 另外那個剛剛講的這個 新設到離山的部分 這條道路呢 我建議還是從新設到 到東四谷關這條路 到現在就是所謂的台八線 這一條路是完整 而且是很優良的一條公路的系統 那從谷關到德基這一波 不管是過去921貪方以後 這一段不通 這個現在是一個便道在通行 那這一段 可以設一個新的評估 新的景觀道路出來嗎 這個已經 我也跟公路總局 因為這條台八線是公路總局俠管 也跟公路總局現在的交通部 我們有協商了 他們現在在訂個 在做研究可行性的研究 包括可行的話就是 有一部分要用隧道跟橋樑過去 就避開現在921 那個那一段的貪官的地方 那這樣所以 以後到黎山到武林農場 就不必從宜蘭 就從台中這邊就很容易過去了 我是希望說 給山區的居民 台中市民 一條安全可靠的山區景觀道路 台中市的道路系統也比較完整 那你如果說 像現主席的國關跟德基 那大大的羞羞羞羞羞 從九月到現在已經花了幾月 十月再一個月了 所以現在是用 所以用隧道的方式 就不必修修補補 這樣的一個方式處理 對啦 你的影響力 最後我希望說 我們台中市 總共有八千一百二十五公里 這個地下管線 希望說 做一個整合地震局 我記得我這幾年 每年都有看到 地理資訊的建構的這個經費 應該不是什麼建設局 精華局什麼 不是這樣啦 不是水利局 都軟七八糟 地震局來建立這個 應該是最通順的啦 因為地下地理資訊 前面的建構 這是很重要的 沒有人歐白會 路不平 你說怎麼我看也不會賣 那你們來 感謝何敏成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張雅敏議員 以及李天生議員 請時間三十分鐘 請開始 謝謝主席 現場我們的 副市長 我們的局所所長 現場我們的委託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早了齁 從早上這樣子 開始 開始質詢下來齁 王局長 差不多要下台四五次了啦 這也不簡單啦齁 所以說 最近齁齐河鈺 市民的大小事 市民的小事啦 都是我們提出 都是市府的大事就 poo 那有幾個真的是市民的小事 也想在這邊請教 就教於我們的王局長 就是最近因為樂活城市 優活這個發展 現在都很普遍性 所以說i-bike 這一樣設施 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局長你知道我們的i-bike嗎 也很知道 以目前他的數量還有他的站怎麼設置 可以跟大家簡略說一下嗎 好到今天凌晨為止是45個站 今天早上已經突破100萬人 到昨天晚上是99萬7千多 使用的人4上嘛 100萬對45個站 這樣我們都整台車車在給民眾來使用 現在1,000控75台 1,000控75台45個站 好非常的好有進步了 請幫我放一下圖片好嗎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是我去截圖的啦 這應該是最新的一個圍兵啦 就45個站 都有嘛 微笑的i-bike 好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好請放第二章 這個有一個比例上 可能大家這樣看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完完全全集中在我們舊有的台中市的市區 局長你一定有發現這種問題 請幫我放第二章 好 我們下面一點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比例就馬上看到了 我們下架那個呢 那是彰化線 那比較密集的地方那個是彰化室 整個彰化線哦 大家請看左邊 那是六槓 他們的站 還有下架那 人那是冠林 所以他在設置的時候 這是我們臨近的鄰居哦 他們自己在宿航的時候 他們就有想到他們的城鄉的差距 局長 所謂的人民的小事 其實這就是一個 我們宿航的時候 我知道這是去年到現在為止執行的成果 其實不盡理想啦 所以改善的空間還有很多 我們舊有的縣區 每次的市府都說我們要縮小城鄉差距 我們要解決被邊緣化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從這種小地方 我們舊的台中間超過十萬人的城市 這麼多啊 風圓嘛 台立無風 台立太平嘛 然後我們臨主 那坦亞神的部分對不對 大亞也快將近十萬人 其實很多啦 所以說這個 偏鄉差距的問題真的 師傅拜託一下 來 請看喔 請我們的市政府 一定要 從 重新檢討這個設置與配置的問題 我再給局長看一個數字 就您剛剛說的嘛 1075對不對 對 好啦 現在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我們的救市區 所以一千空七十五台 都在我們的舊的市區 在運轉 當然很恭喜 昨天突破了一百萬 這表示說 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這個後的建設要全民共享 一定都還來得及 一百七十 一千零七十五台 分之一零七五 阿萬救線區咧 救命啊爸爸 市政府 市區的喜歡 爸爸買給你 管區的 喜歡自己買哈 暫時是這樣 所以 這個改善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營運的效果很好 所以說標記這是專民 全民都可以接受的一個好的 政策 以及百戰 我們來繼續 但是這個店的設置 跟這個資源的分配 一定要做好 可以嗎市長 副市長可以嗎 可以 這個不困難啊 而且不用簽署 也不必下台 好好的改進就可以了 好不好 要顧慮到偏鄉 跟我們就有現區的感受 還有實際的需求 好不好 你給他去看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方圓會炒頭就好 是怎樣的摩托車 他現在已經改良很多了 但是每次你看附近的商家苦不堪言 摩托車來的時候 為了要去通勤 對嗎 摩托車都停在我們的旗樓 但是他們都知道這是目前的困擾 所以說春宮 我們這種 我們愛拜客 你生日的時候 其實 他最終的目標就是解決大家 最後一里路的困難 對不對 如果是什麼 樂活的環境來營造什麼大台中 最最快樂 最什麼悠閒 我覺得都很遙遠 貼近民意 解決人民最後一里路的困擾 什麼是最後一里路 是回家 或者是我要到達這個目的地的最後一里路 對 坐公車坐車可能太遠 用機 坐車可能太近 時間上可能太近太浪費 用走的又太遠 那我們的愛拜客 就有非常非常好的發揮的空間 不好意思 我舉楓原做例子 好 現在是說市區要去風原吃白骨酥味 還有肉圓 現在有愛拜客之後 坐飛車去風原下車 愛拜客騎的 就可以過去 所以就不用坐公車也不用騎多少 那個雙鐵 鐵路加鐵馬 所以 去到那裡就多方便 車就不用再找車 因為 拜客我們是廟東夜市那裡設一個站 火車站設一個站 陽明大樓設一個站 風原本來就是我們下一階段鎖定的目標 我早有報告說 海山也是我們的目標 風原也是我的目標 因為這個漢客 漢客現在用台立太平這邊 因為要有完整的自行車道 所以那邊也是使得這個 謝謝有在改進的對不對 那細部的這些狀況也要讓我們議員都知道 好不好 這種縮鐵的話我們跟民眾也比較很好的溝通 不要讓我們覺得人都大細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有除了剛剛的設置計畫 要比較綿密要詳細一點要細心一點以外 民眾也有給我們歡迎 譬如說 現在 我們騎要拜客有保險嗎 現在我們在騎是因為沒有自行車道 所以騎車怎麼孤島 車站怎麼是一個島 結果要出來沒有 那使用的民眾他有保險嗎 現在沒有 要改進 怎麼可以沒有 這因為 對啊這個就變成自求多福了 這是交通部 交通部的權責 交通部現在因為台北企業發生很多農到的事情 現在要拜客的這個合約 是你那個租賃站 那個站 發生事情有背 騎出那個站就沒有背了 現在交通部也在找財政部 看那原意說 是撞到人那個背 還是去撞到那個 因為我們騎要拜客 簡言之保險的部分還在改進中 對 那是全國性的政策 好的 這個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再來 拜客如果騎騎 總是會開去 甚至是沒去 這是我們其父有什麼證明嗎 我們現在七年內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委託的廠商 所以如果派去怎麼會有這個修理 好七年內 是 現在1075台已經不減 不減幾台 已經不減78台 簡直就是有超過7% 100台裡面就有7-8台沒去 營運到現在才幾個月 這個問題要很注意喔 雖然我們都有自己的造型有辨識 對不對 但是沒有代表說 這個東西就好 我們騎出去就好 好回來 這個意思率也太高 我們彰化 彰化在我們這裡很近 所以有的從台中騎去彰化 彰化的車也跑來台中 所以這車現在有一點南接會 有一點南接會 但是我們新北到台北 也一樣 但是我們他們的聯營 我們也可以思考啊 彰化早在我們之前 我們就起步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要思考到這種接軌的問題 是 好 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建議啦 這個是溫哥華的 腳踏車 導覽 我感覺這個不錯 這如果我們比較穩定的時候 也許可以往這個方向 就帶著 大家就可以用了 這個是很理想的狀態啦 所以我們多借鏡一下別人的例子 好的例子 好不好 謝謝 請坐喔 不好意思 誰讓你罰站那麼久啦 來 謝謝 再來 第一個問題 還想要跟王局長請教一下 但是你可以先坐 今天站有夠久了 我們台中市 每年 中共 預算書 他是絕對不會錯的啦 每年編列了 像今年的話啦 編列了將近兩億七千五百萬 要來補貼 我們家的公車路線會虧損 局長 請教 對還是不對 這個數字 兩億七千五百 九十三萬八千兩百四十七元 對 那我們現在這些公車 民營的這些公車業者總共有幾家 在台中的有十四家 十四家 我們去年這樣子的話總共補貼了幾家 補貼幾家 十一家 十一家嘛齁 補貼的多少錢 補 補貼的多少錢 對 就兩億七千五百 就我剛剛說的那個數字嘛 快要三億嘛 對 好 只是這樣子嗎 來請看一下 我們補貼 拿錢給人家開 我們要給人家開 有意義嘛 錢向來 從哪裡來 錢的部分齁 一樣都是人民的納稅金啦 是 中規一句都是這樣 不管是哪個局處 你怎麼雲資 你怎麼去設計 全民買單啦 是 你花那麼多錢來 我們看 第一個 風客 他申請了七十九條路線 虧損七十四條 人家說齁 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啦 這個就很厲害啦 他是佛心來著嗎 經營七十九條 虧損七十四條 他虧損金額 七千五百萬 一個棄業 一年可以虧損七千五百萬 還這麼長至久安 可以營運 這個很厲害 看第二名 中客 申請的這路線是四十七條 申請虧損還是二十三 也將近一半啦 虧損多少 五千六百萬 這也不丟了 在一個營運的角度上來看 可以這麼大規模的虧損 還支撐得住不得了 那就是鄧府的德政 因為一定有補貼的嘛 好補貼好喔 補貼的時候 我們台中市政府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跟他補貼 然後我們當然有一個評鑑啦 因為我們的人力不足嘛 因為我們可能其他專業 可能比較沒有 有時候沒辦法到這裡 所以我們委託專業去做評鑑 這個評鑑一年要花多少錢 差不多三百萬 差不多三百萬 好做這個 每天都有啦 從六十幾分 七十幾分 八十幾分的 從勉強即可 低空飛過 到這個自由聲 都有 對 然後呢會照分數的不同 有不同比例的補貼嘛 對不對 怎麼補貼 就是有優等 加等 宜等 平等 它不等還有路線 層積的 擇減因子 就會不一樣 為了乘0.9 乘0.8一直 乘下來 一直乘嘛齁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會補貼它 嘛 但是我們回想過來就好 他明明已經入線虧損了 而且你補他的乘數還不到百分之百 所以他要致富盈虧對不對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承受 所以我們強烈的 請幫我放一下影片 懷疑啊 為什麼我們台中企業公車 現在200幾條啊 200多條啦 可是呢 1999都被打爆啦 除了違建的事情以外 第二項就是交通的問題 交通包括很多 就包括這個來請幫我放一下 這個是彈指的實際要開車到清水 請看影片 請大家看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妥的地方 交通 那個怎麼坐在那裡 第一個啊 那個怎麼坐在那裡 第二個他們兩個怎麼這樣在講話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那些車流很多耶 多危險啊 怎麼可以這樣 不行 這個還是民眾有發現才有呢 這個評鑑早就五十分都還嫌太多 不可以 所以我們在這裡一定要要求 拜託一下 人命關天啊 急殺急停任我行啊 很多公車 曾經做過我們台中市公車搭過公車的 這些官員請你拿去 有搭過的 謝謝 覺得舒適便利快速的請舉手 舒適便利快速 還不錯啦也是有 所以說 謝謝大家請放下 所以說好的表現我們要繼續維持跟鼓勵 但是 這個是今年才發生的事情 而且 大家心知肚明 這絕對不是個案而已啦 台中市 客運 我們的補足的層數就不到百分之百 他們真的會自行這樣吸收 他一定會從其他的地方啊 譬如說 超時 譬如說 客運 硬體不改善 對不對 都很有可能啊 因為人家他了解了嘛 所以說評鑑很重要 但是 六十幾分 七十幾分 八十幾分 這個我們還要再更嚴格的 把關 對不對 剛才那個影片我看我就覺得 這個 不會過了啦 報告議員 這個評鑑做四五檔啊 四五檔做的評鑑標準都一樣 所以這個客運業者也很疲 他就知道你要來看什麼 所以 怎麼評分數都很高 所以我今年的所有評鑑制度完全改變 又對新的制度來 真好 能夠真實的反應 所以新的評鑑 我們決定採用秘密課進行 秘密課就像 跟鑑上這個錄鑑大 揭到 揭到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這個不是頭牌 這個是乘客坐在那裡 走到又要死 沒有錯 這個是用秘密課來揭 車開著開著 然後雙方還在聊天 然後那個人還坐在那邊 一看大家就知道都有問題啊 這個絕對不是個案 所以謝謝交通局有幫我們關心到這個問題 評鑑機制的那種評分標準一定要大幅的改變 大家都像你說的屁屁萬倍了 以前的評鑑的時候 調查員 只有一張牌子 說我要去來評鑑 所以評鑑都不會真實 所以我們今年開始全部要用秘密課進 譬如說你就是我們找一般的乘客來打握手 好 好 蜜蜜客謝謝 這個有民營公司的那種不錯 那種概念 好 謝謝局長請坐 最後 想要把我們整個市府 包括我們的交通局 再做一個建議 因為交通 長期以來 這幾年以來 只要有做民調 他都是民營高居第一啊 所以說交通 不容易也難怪你會當乳主 齁 兩個月前 本市有跟我們交通局 拜託要求一下 因為一場任的時候 台中市有所謂的交通阻塞 五大 沒過入口 我希望說 我們的評鑑計劃 還是說我們的改善計劃 可以快拿出來 問題到現在都還沒看到 啊這個齁 每天大家都會遇到的事情啦 所以說這個 市長跟我們的副市長 那時候 我們各局齁 主管都有去到現場去看 所以說齁 不是只看完就 沒事 齁 這一個營運跟改善的計劃啦 局長有答應說要給給本席嘛 齁 那請請補資料過來 這樣齁 好嗎 請大家要多加油齁 不能讓新市府救官僚 這一句口號 一直環繞在我們的整個市府團隊裡面 齁 這個是 不義之罪啦 一定要加油齁 謝謝 好 那我想 剛剛我們的 啊 雅敏齁 講了很多啦齁 齁 這個新市府救官僚 拜託大家齁 能夠好好的來 啊 聲勢一下 讓我們的整個團隊都能夠帶上來 而且我們這個交通局的局長齁 王局長 我出身的地方你請坐 齁 是大理霧峰區齁 你剛剛講過漢希 那邊iface 可以連接到大理霧峰 太平 想本席也跟你建議過了 那你也說有幾個點可以考慮 希望你慎重考慮 你所有的交通局的這個規劃單位 一定要把我們規劃出來齁 那早上很多人在問你說這個終結的事情 我想請教一下說終結那一天到底有沒有工地主任在場 發生事情是有沒有工地主任在場 那我想這邊提一下我們那個副市長 這個依據我們的營造業法 第30條及第32條規定 就是說我們要落實一個工地主任制度 本席在這個會期有提一個提案 那有很多議員也都有連署 希望說副市長 你要來督促你的下屬 一定要來落實這樣子的工地主任的制度 因為這個工地主任 不是只有高雄局有這個工地主任而已 後面刷下去有建設有維持有這個 每一個局都有這些工地的部分 本來這個營造業法就有規定 它30條例32條都有規定說要有這個工地主任 那天我看不見這部就是那天發生事情 現場亂操操 我們的官員去到去找什麼人負責也拿到你的意義 是不是有工地主任的制度 我相信一定沒有的嘛 一定是說工地主任不知道在哪裡 快點去叫他來 整個山路好像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以後拜託副市長本席建議 他用這個機會 工地主任制度一定要落實 那接下來我想要跟我們的地震局做一個檢討 在2013年的1月8號 自由時報有一個報導 有我們的張記者報導的說 這個停止區段徵收 那有兩個開發案面臨喊停 我想你很清楚說 我們以前的這個前朝在推動的這個區段徵收 有六件這個區段徵收的案子 那因為採市價徵收以後啊 經過地震局的評估喔 是地震局的評估喔 當初我在這個交通地震小組我也待了兩年喔 他一直講說 有這個兩個地區啊 有可能要喊停啦 這兩個地區 就是高鐵的台中車站門戶地區 還有溫山工業區 因為這個面臨市價徵收的部分 所以要喊停 那麼我們的大理擴大 大理這個區段徵收 說要改採市地重劃 那我想這個地震局 整個團隊 不曉得說你們對這個台中市啊 這個 市地規劃 到底有什麼希望的願景 你可以簡單的陳述一下嗎 地震局的局長 本席剛剛講的那幾個案子 到底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可以講一下嗎 是 議員好 謝謝議員指教 那一百零二年當初 在評估這六個區段 就是市府在推的六個區段徵收案 包括擴大大理 烏日前逐 烏日久德 還有溫山工業區 以及高鐵車站門戶 還有豐富專案的部分呢 而的確當初是有一評估說 好像財務比較不可行 好 現在呢 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是想說 先把進度跟議員報告 烏日前逐的部分 我們是剛剛才開過公聽會 獲得大部分民眾的支持 所以這個區段徵收會繼續走下去 那擴大大理的部分呢 在當初評估要改市地重化之後 市府也努力向行政院爭取了 在都市計畫的內容上面爭取 從區段徵收改為市地重化 但是今年的一月份 被行政院算是打回來了 所以民眾要求還是要依照 九十一年院裡面的核四 走區段徵收 這個案子 在我們合併之前 就是說在民國九十九年的 十月左右的時候 在原台中縣已經通過了 然後一百年我看到我們的預算了 就是說這個區段徵收 過大大理的部分 總共編了一百四十億 銀行貸款要給你四十億可以去做開發 不曉得什麼原因 突然間喊停 在我們的這個前朝的這個市府團隊 地震局 他就說因為自在難行 所以就暫時喊停 結果呢 再來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他就說 那麼因為這個要改採所謂的 這個市價徵收 那就變成了說要做這個改採市地重劃 然後呢 也把案子送上去了 本夕也在這個議事長上面跟他們檢討過說 為什麼我們區段徵收 當初發包給顧問公司的時候 是兩千萬元 是由大理市公所發包的 結果呢 改成這個市地重劃之後呢 我們竟然編了兩千七百萬元 還發工一間公司 還沒公司 還賺一次 還整個一次 然後再送上去 然後再打回來 你說啊現在的 因為 政府 沒有動議 打回來了 那當初 為什麼說要變成這個改採市地重劃的 理由 當然官面堂房就是說 因為 要改這個市價徵收 因為這個錢不夠 所以說 經過這個審慎的評估 還有經過所謂的市府 完成的市價的這個查估 還有這個 整個案子的 這一個 評估之後說不行了 現在又打回來 請問 你怎麼做 跟議員報告 那兩個規劃 因為是配合都市計畫在處理 所以 當初是由都發局 來做委託的 我跟你說啦 那 副市長 是 問題就是在這裡啦 這次地政局 因為這報道 為什麼要找地政局 人家說地政局規劃的 地政局評估的 上一次我也是一直把 那個 地政局的局長 一直說地政局要處理 他也是去這區 一樣啊 那獨法局的事 獨法局 因為獨法局 那個承鄉計畫科 上山又散開了 又打下去了 這到底是什麼人發動的 局長都覺得說 這個地政局說那個獨法局的事情 獨法局說現在地政局的事情 這個地政局呢 這一個也是查不 張頭啊 也是大家在那裡提啊 副市長 你有聽到啦 我沒有跟你說 因為 副市長 稍微打回來 過去說 錢不夠 因為要變成 市價 徵收 所以說錢不夠 短差 現在 只有我們擴大大理的部分 差不多短差 差不多要賠成五十八億 說我們不來做這個勢力重劃 會比較好 結果 內政不再打回來 也是跟你說 不好意思 你那裡也是要再睡覺 成熟 這樣延宕下來 都要延宕四年 你知道說這四年裡面 地價 提高多少 你現在評估過嗎 現在五十八億可以賠 虧出五十八億這樣會刷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是有看了一下 當初的就是 評估的這個資料 其實開發後的價格 當初應該是 估得比較保守啦 所以我們現在來估的話 我們覺得其實應該是 當初本市就一直強烈要求說 他的估那個評估的 那個基準是什麼啦 如果想想 可以分地 也可以說 我就要來領錢 我也他跟他說過 到底 是有多少民眾要領錢 數字沒有給我啊 他跟阿國用心的 用算的 我們猜測就說 這可能會了解 可能會了解 我們保重每天也說 可能會多少 我也收集拿出來 說可以虧損五十八億 這次四年過 那土地已經蓋一半了 已經土地的價格 變成成成成長了一半了 有可能 如果他這樣算 會了解百億 你要做嗎 你要不要做 他當初可能是 就是 領現金的比例 有一點高估啦 因為他估百之五十以上 你都要有現金 我可以講啦 問題所在就是在這裡啦 所謂的這叫高估啦 就沒有實體上去調查 來這裡就黑白症了 因為 有一些人 他有一些其他的企圖 有其他的想法 要改造市長 所以說 就把市政府跟市長說 這個叫做元凶啦 不然你 看法政司會改造市長 台中官的 都把他化庭 包括 烏日的部分 也是一樣啊 烏日的久德 烏日的前竹 也是一樣的化庭啊 那是地方 一直在反對 包括我們主席 也是在說 在地方在烏日的 他在做議員 也是要強烈的 去幫他們爭取之後 你們才說 不然看法政司會繼續 不然現在 這個縣市合併 對台中官 是非常不公平的 縣市合併 真的台中官 是用邊緣化的 整個案 包括這些東西 都把我們做的 說齁 那就是你們以前的台中官 官政府所幾位 和台中市無關的 都把你拼到旁邊了 現在來這樣啦 回來一下啦 我不管啦 因為 台里 要來做這個 擴大大理都市計畫 他有他的原因 因為 他是在掛在那裡 大理西 西闖那些土地 沒辦法解決啊 副市長 這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們黑白法 說要窮樓窮燒 不是說我為了 說要插地皮 去插地皮的 因為齁 那是台里掛在那裡 這個地要改割啊 所以呢 這個案勢必要進行啊 副市長 我給你報告齁 真的這個案勢必要進行的 因為他是要解決問題 他不是說 像這個七旗 在這個草地皮 說其他的部分 說因為 這個 有一個重劃市長 這個胡市長 很厲害 把這個農地都變成建立 我們那裡是要解決問題的 地政局局長 你怎麼做 欸 前竹的部分我們已經是 不要說前竹啦 大理的部分 跟議員報告 因為行政方向已經很確定了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往 區段徵收 繼續往區段徵收 延宕四年的繼續往前 沒來沒錢 副市長 我們去打賽 把我們 N4年後回來 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阿祝哥在打回來 那個齁 酸蘇去黑菇 說我們這行的啦 打回來後 我說過 跟我們說 要塗ут五十八 過四年 這個房地 又會被被批斷了 我們要整皮錢 要要塗多少錢 你說 摩ète 我們現在初步評估 應該是不會了 你說齁 你說齁 你不要再跟我說初步評估啦 副市長我聽清楚 很生氣的 什麼齁 首部評估 你拿數字出來分享 各位團團都在這裡 你拿數據出來給我看 本時在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現在看到說你有沒有數字 你有沒有實際上去問那些地主 什麼人要問土地 什麼人要問錢 到底錢有夠嗎 到底你的地位有夠嗎 你跟他講啊 你不要跟他講評估的 你覺得要怎麼做 我們就遵照議員的意思 其實這個方向很確定了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很不想去批評前朝 真是說前朝把這個 放了這個 叫我們擦槍槍 那不要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擦啊 對不對 我們那個張記者在102年 報導過的這個東西到現在都在啊 經過了一年 回到原點 結果這種事情要叫我們改關 那你有什麼其他比較好的想法 包括整個市地的這個規劃 不只是大理嘛 我說這個六塊 這六塊 你說有在做的部分有在做 那麼這個文山工業區 怎麼要開發 有 文山工業區的部分 我們也是剛才做 重新做議員調查 那高鐵台中車站呢 這個門戶呢 高鐵台中門戶地區的部分 可能 還是要先配合都發局 對他的開發的發展的定位 我們今天主席 我們陳世凱陳議員 你有沒有聽到 我來替你講話 真的好好的把我們台中市的這個土地規劃 地震局局長拜託你整個團隊 我一陣子在一個點名 好好 實在你們要去做一個更好的 整個配套 你原地的台中市 這些土地規劃 中以後 修飾 影響到台中館 我們很大很大的款頁 你給他看嘛 我們現在一些 違章工廠大部 都在我們台中館 你是台中館 原地的台中館 副到現在變成 似不像啊 說他農業區 他不成農業區 說他工業區 不成工業區 這要怎麼辦 啊 民政說的一套 業界做的是一套嘛 所以 產生很大的問題就走出來 所以說 啊 不要說 那外公 啊 前朝是怎麼啦 我們現在有什麼配套嗎 你們有什麼價位嗎 有配套嗎 跟你的報告 現在 工業區就是 違規工廠的處理的問題 所以府裡面整個團隊都在努力啦 努力齁 都沒不對啦 你們完略我都很困難 但是 要有東西給我們看嘛 你們做到台湾煩災嘛 哦 你們做到台湾煩災 大家才不會 幫你們打問號嘛 好不好 是 拜託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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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這裡齁 本席齁 要來感謝說 我們林副市長齁 潘子中山路 跟這個縱貫鐵路 直接交叉的時候 一直要沒辦法 銜接齁 做成台湾很大的困難啦 齁 是不是請 現在 副市長齁 可以說 積極齁 把我們這樣 用一些力 過期你那些 老婆俗都很慎勵齁 看是不是更好的方案 沒關係齁 把這個交通瓶頸 用替代方案齁 看能不能打通嗎 齁這個 七十四號山 跟我們 啊 縱貫鐵路的交叉 鐵路交叉 的地方 看能不能說 做一個更圓圓的改革 啊 沒有這個交通的黑暗期到現在齁 齁 代方不知道怎麼說啦齁 啊 要跟民政說 民政又沒在聽 跟基杉說 基杉沒有那個力 去處理齁 啊 感謝說 你在 交通部隊的時候 對到 台七十四號山跟我們 縱貫鐵路的 鐵路交叉化齁 齁 你用這麼多心啦 直接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了解啦 直接我們 代表齁 秀秀啦齁 秀秀我們自己的選區 這些鄉親齁齁 幫你秀一個路來 秀一個路來 秀一個路來 感謝我們臨富市長齁 過去跟我們地方的幫忙啦齁 啊 那麼再來 啊 也很剛好 你來 本來是要叫你部長人 你來這裡做 富市長齁 當然就是要把地方 可以到三天 到一天 一些事情嘛 啊 啊 我們 嘉良市長齁 對地方也很疼 想說要做一個 烈士 日本齁 東京這個 三所線這個 這個工作齁 這個交通建設 啊 你不知道有了解嗎 富市長 你不知道有了解嗎 好 我了解 你了解齁 我們 我們這個 台中齁 他出大台中啦 啊 幸福的三所線啊 這是我們 嘉良市長 計算的一個 啊 我們 真好的這個政見啦 啊 我們要去實現 你們要怎麼協助 我們的 啊 府 我們的市長呢 我們整個 我們市長的團隊呢 要怎麼把這個基材的建設 要做比較圓圓呢 向議員報告 這個 這個計畫是 提出來以後 也送到 現在的交通部 他們在審查 那審查的 內容跟進度 我是不是請王區長做一個報告 啊 王教長請 報告議員 這一個 我們這個在原來的計畫叫 商海環線喔 這個整個的計畫 包括 這個上面的這個 甲後線 以及下面的我們叫彩虹微笑曲線 這整個的這個 這個 這個路網呢 交通部 我們送了之後 交通部有叫我們再修改 那最近在調整整個的財務計畫 因為這開月齁 差不多六七百億 那這整個的財務計畫呢 這個整個的效益的部分 按照交通部的規定 我們現在的效益呢 算了還沒辦法達到它的要求 那如果沒有達到的要求 它會叫我們這六七百億都自己出 所以我們這個 這整個這個路線的上面 會產生多少效益 可能這幾兩三禮拜 我們就算了 算了再送一道交通部 因為交通部有跟我們 說我們算出來的效益 就說這企業的效益齁 智藏率不夠大 啊 交通部有一個規定 智藏率不夠大 你們就 地方自己出錢 啊這我沒辦法接受 齁 所以我現在就說 這些路線 這些方式 車站 有辦法有 有新的這個效益產生的時候 該交通部的探討 啊我現在回來 收益 收益好之後 再送一道交通部 你的旗塵是按算多久 會出來 我們這本 新的這本 修正的這本 差不多三禮拜來 我們就送交通部 三禮拜 對 送交通部 欸這沒問題 這都公開的 因為這就是說 今天 我們臨市長 用很多精神嘛 我們你們做無料的 要怎麼說 真正幫他收益 幫他用一些精神 在這裡 讓他這個 真正正對著我們地方的發展 幫助的 你怎麼去幫他協助 是 這是 真正你 我相信你們的專業 這是要專業 你沒有專業 就要沒辦法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的 就是說 要怎麼幫他做三天 齁 高通部就跟你們 抓出無邊來說 啊你們這個不夠 效益不夠 齁 這個利益也好 效益也好 當然你們就是要用一些精神 要怎麼去幫他協助 是 啊地方 的輸給是啥 齁 齁我相信 齁我相信 你們要做這個計劃 應當時 要 來地坑 稍微跟地坑的人 稍微研究一下 這是 這麼重大的 公共運輸嘛 你要怎麼說 讓地坑可以說 更了解 是 齁 讓地坑的聲音 你們聽得對 我最怕是怕說 地坑 沒有人知道 你們要做什麼 沒有人知道 齁 啊不猜說 我們林市長的用心啊 你們大家的努力啊 我們現在是要做的 要讓我們 這些鄉親 市大 大家都了解說 唉唷 我們這個林市長 會做法不一樣 要讓他們有感覺嘛 讓我們這些鄉親 有感覺說 真的這個團隊 真的 更加進步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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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耶 你 把我們地坑倒三天嘛 我相信 這麼大的這個建設齁 不是說 三幾百歲就能夠解決嘛 齁 我是很希望說 你們可以 就來記載 又聽了很多聲音 齁 齁 不要說 像過去的 都 設計好了 還這樣 開地坑的水面花 那些都可以開 你們都說 都說好才開 沒有來用 齁 我很希望說 你們的團隊是 可以很落實 齁 齁 來做一些 對地坑比較有意義的 齁 齁 才會建設 齁 那麼阿明我請我們 好議員再補充一下 我要補充齁 齁 這個補充 我 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 你之前跟我說 齁 教授你之前跟我說 六月交通報 的 學長嘛齁 啊現在 你可以 telling 你還有這個 蜥蜜 去保�� 對 保 ह 累 整個 這些 齁 李仔龍 年 台灣的明日姿勢 所以喔 萬眾所矚目 中央其實 有很多人在唱後面 我剛才在說的 內政部、營建署 現在在說的高通部 你剛才在說 自償性要有夠 自償性 如果要說自償性 台灣自償性不夠 像東西向快速道路 七十幾號、八十幾號 那些東西像快速道路 那裡有什麼自償性 議員你說這些都內行的 對嗎 那裡就要做 當然要做的 對台灣好嗎 好 不是說賣的啊 所以喔 台中七紀元就有需要這個 日出三首線 幸福大台中 這可以把我們支持才對啊 你看台北用多少支援 有路去跟沒有路 沒有路去跟高雅面上 對吧 爛啊 只不過是很欠比的 說像一個台嘎 跟後裏 跟黏起來 啊 如果行右威力 海線 要創三線 高級 只不過是這樣 要求而已 六七百就是多少 沒有跟台北拔掉的捷運 所以喔 這邊客氣 就再極力把整齣 整齣到他們還 還丟起來齁 還在那邊飛齁 我們就成功了 嘿 那美好的戰 我們已經打過了 嘿 啊當然 我們不要這樣想啦 不是說我們要做秀而已 我們真的比較快 是要來跟我們台中七的 日出三首線 來做好 做好成功 是 理行指定的這個政見 好不好 好 好 這個國長 我們好議員說的齁 別人怎麼做啊 我們要怎麼看嘛 齁 報告議員齁 專業上齁 專業上齁 我們要叫交通部 討論探討啦 專業上齁 啊 啊如果真的要正處 要出大了的時候齁 議員收聽 這樣我們就有機會了 當然是啊 專業上我們要叫他說這樣啦 沒收聽 坐在你的旁邊 那是以前交通部長勒 那過去 去聽台中是 我現在齁 不是說我在跟他學校耶 那是我有 我有機械 我知道 齁 齁 我做鄉長的時候去 交通部做報告嘛 齁 齁 你知道嗎 齁 不然一個人知道說 過去的部長 跟我們台中做多少個事 齁 這是無人知道的啦 啊 有的人說說 我現在還在跟他報 不是這樣 屬於 有跟我們台中七做嘛 台中官做嘛 那麼我是又 拜託局長啦齁 齁 你這個海山這個 鐵路 單線而已嘛 齁 我現在要送的是 雙軌高價 齁 雙軌高價這樣OK嘛齁 齁 我就是跟你們說 一定一定要這樣 過去 因為 雙軌高價 大清戰南平 鐵路高價 過去也是 大家 說到這樣 都 大家 都 做那些 沒有人 做好而已 大家就在唱功勞 齁 我說的是 大家的功勞啦齁 齁 海山的 上山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立體化 齁 齁 你說一年 一趟天一邊高度 發生的車子 我看有幾驚說 以我 啊 風雲到大清戰 一年平均這都 十三 十三回以上啦 邊高度啦齁 齁 邊高度的車子 一年都死了十多的人啦 那十年就死了一百二十多的人啦 情何以看 欸 我說我們的親人 啊 是我們的朋友 一邊就發生車子 一定都失望的嘛 不可能撞到不會死的嘛 齁 齁 那種情境看得到 你心裡會不會痛 那是好理教授的 我們風雲 譚主台中這個齁 是我們林寶長 那時候 那時候 極力這樣 到三天 這麼有法度 齁 啊不齁 什麼人要插人 我八十一年就是 離婚他肺 那時候我做船長而已 真的在信任 沒人在插人 所以說齁 你們做 專業的這個局長齁 我拜託你們說 你們要真正用 專業的這個精神齁 來跟我們家梁市長 讀三天啦 讓他們說真真真 六七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要生什麼啦 好不好 海山這個選過高架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我們現在要提交交通報 也是這個東西 啊 雖然有人希望說 要不然先做過 齁 不要一定要選過高架先做過 我沒辦法接受 我們當然也是一次都要選過高架 一定要選過啦 別說做一組外賣 你如果說像我們 預算沒那麼多 分年分段嘛 一次合定 要分年變得 對啊就是這樣啊 一樣預算分年分段 齁 我們哪有可能說政府一次 變幾百億給我們 不可能嘛 分年分段 用這種方式 我相信 我們既然的建設 一步一步他們的行動 這是對我們地方是 證明的嘛 是 齁 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專業 要拜託你們說 做一些 齁 這些對我們 台中市 有益的 這些建設給我們地方 是 謝謝 好 感謝蕭龍澤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張昌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現在開始 謝謝 謝謝 各位主席 我們來 鄧議員 我們來 您好市長 三位局長 這位科長 今天問這位好朋友齁 大家 午安大家好 齁 好 首先齁 先到我們地政局長齁 地政局長齁 我們十九家齁 我們這個 中的基金要多少 齁 還有 那位 議會長齁 要多少 要不要拍照 區專的部門已經沒有了 那沒有地貝地 請問 請問 我請教我們這個 觀光局長齁 請問我請教齁 我們現在褐比路資齁 要來 在我們台中市 可以去哪裡 各位 不是說一下 路客 他現在來台中齁 你像 幾年 那部門齁 差不多差不多擺 一擺通緩 通緩 對 大部門比較會去 他大部分齁 他來這裡小一個土域跟一塊錢去 對啦,過路而已嘛 過路而已 過路,我們有一個林家齁 我們武宏林家齁已經是 花這麼多錢,也花十幾多億以上 到現在,目前他是怎麼說 路口會來這裡 因為 武宏齁有一個林文燦齁 在青雕西帶齁 福建的陸陸提督啦 所以說,他們有可能來這裡 不過 甚至我們這個官公、英東 你是要做得好 那部分齁,我們現在齁 在跟整個大陸市場 他那個叫主團社 他的立方社啦 他們現在所有路線的規劃的部分齁 現在都定心在這裡設 也就是說有一些是跟 大陸過去比較 因為這跟台北比較有關係 所以說他台中市比較有可能來 沒有普通直接過就去 去別談了嘛 不然就去阿里山嘛 對嗎 啊是不是 裡面的是我們政治有那麼多 英東 是不是官公的部分 你要去了解我怎麼 要這樣 推電出來 有有,現在大議員報告 現在這都在幾月啦 現在都跟他們在說 說有那個,你像大陸議員在說的部分 那也是我們接下來安排的整個 遊城的一個景點之一 這樣 都有在幾月 要麻煩齁,用心一下啦 再來我請教一行齁 咱 咱 咱這個台風的齁齁 做出兵就是 冬五里 這出兵就是 冬五里齁 冬五里已經 做這個步道做好了 冬五里 說要做 說要再評估 我以前就是觀光局做的嘛 你們電話留下 結果面 會面有話 你說嘛 這我們再來評估一下啦 再來評估 你們真的人知道 你就不知道 那位你怎麼知道 來 這個我們叫我們 口中來說明一下 好啊 大會主席 議員 跟議員報告 這個 修理這個齁 這個議員建議是 我們對台風路 要跟大會喬家 對 是 人包括 何傳教 人家也有過 也有回家嗎 何傳教沒有問題嘛 當然 因為小孩齁 沒有一位 有那個 那個 我們共和社會都沒有 運動的地方都沒有啦 國長你看這個有需要做嗎 我們再來 研究一下好嗎 研究你看看 有十個大問題嗎 我們現在齁 台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在 我們那個工程科在處理的部分 休閒自行車道的整個系統的部分裡面 我們都會把它建建立的完 我知道啦 我們台地 我們台地武功力就沒辦法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就下去做 對不對 你們多久時間表 會做不做時間表 多久要花 因為他有時候牽涉到 包括山河局 水利 他就農 水利費 河川局沒有問題 河川局那個問題 河川局沒有問題 他那是錢館的問題 有時候 那個錢館要離開之後 那是錢館 那是錢館 對面館而已 但我已經可以做起來了 那以前也做過了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憑哥沒關係你多久 要做不做 會做不做 多久 我們 一國月 電力台月以前有 一國月 我們憑哥做不做 我跟那個議員答案 好 聽一下 大家在率 大家率名 好 聽一下 江南教中國 叫坐 鈴附市長 台積 我們現在 我們的 台 gun 包括 早行大責 平時 一都 百幾卡 나오� 立 台中市總共有多 你看 市長 � 你們也來行的 副市長也來行的 這你看要怎麼處理 這都我們的精英 都大學生 這你們有辦法怎麼做 你像朝陽亞洲 極風東路 永風路這 出很多車河 我們三位去毀坎要處理一些標線 紅線停車這個問題 停止線要退縮再毀坎 這各位都會去處理這些 會改善嗎 你看會改善嗎 這如果做到的東西會看大家的地方 這個意見我們來處理 還有紅線的 還要叫你去高峰一下 我們這上是這樣 包括不要說走朝陽亞洲 其他的大家現在都在推動說希望 我們這些年輕人 跟這兒騎到哪裡 有辦法坐公車我們安排這個校園的公車 讓他們新華上都可以坐公車來出現 一些大學的兵 今天我們現在要創愛拜客 就是說盡量不要騎到哪裡 因為這年輕人年紀比較輕 騎到負負負負責 造成很多車河 所以有人關心的這個朝陽亞洲 這個地方這些路 三月毀坎五月 我剛好問五月現在都要來做 好 你請坐 我請教任副市長 任副市長 我們可以做一個專案 還要處理嗎 因為警察局是要不錯 包括我們無方便局 要去陷入公口 甚至每一位都要這樣 甚至你們 我們有副市長 甚至你們做一個專案 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那一位就擺幾驚 你看我們大中市 定義一額會發生中千驚 這有恐怖嗎 請問請問 類似這種案件 我們會在道方匯報裡面 列入專案來做報告 然後我們的要求 國統教育的標線標誌 這總來不是只有朝陽亞洲這裡 好好地庫 總來檢討 也跟議員報告 今年度我們開始 議交 議交的數量也增加了 那上下課上下班的時候 入口除了警察單位的協情以外 這個議交也能 好,好市長用心一下 因為 真的人生少 都生一兩個 發生的,你看 要靠沒面子 在那年大年的時候 真的我們也要替這個家庭想一下 當然,小孩也要求 是好,這邊也要配合 包括我們 我們的警察局 人們也有輔導 有輔導 有輔導 這個部分 所有 都方便 做一個檢討 好,我這樣 來做 好,請坐 我請教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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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五號 國道五號 你知道嗎 國道五號 現在有可能做 四號 我們四號到五號 前 我們四號到五號 以前就是 九龍報條 準備一條四號一條 五號 兩條 搶一條 四號已經做好了 五號有可能 我代替他們答好 好 這在我 國道五號 國道四號 國道五號 這個地方 這個地址是敏感區 921地震以後 現在這整個都在檢討 這 當然我已經 對於國道五號 不知十年 沒有 也沒有方便 但是 相對的 要到山區裡面 我們還是 積極制 從國道八號 省到八號 來 改選 五號好好做就對了 阿 那有誰做到嗎 八號 八號 現在 我準備 要做 建議 在九龍報 現在 跟我在 有在協調 8號就是在武峰去到德基水庫這部份 不是 關 以前這不是叫5號 古關到德基這部份 那德基到離山的部份 路況還很好 那古關到東四這邊也 也滿滿這個路況也很好 那就是古關到德基部份 用隧道跟橋樑的方式就可以解決 好請問 還有請教我們高官 我們公司免費組織8公里 現在市長有10公里 部份的路線 變動是不是有行統帝 那什麼事情開始 我們8公里到10公里對民眾來說 他就是減刷卡的時候有2公里沒給人扣錢 所以這就是全民的實施 你有告知嗎 有跟這個民眾說沒有啊 8公里到10公里他滷的時候他就發言他會發言說他減2公里 應該就知道就對了啦 那現在開始了嗎 七月初八 七月初八開始 對對對 好 好 不是,減一半的時間,單車的時候減一半,因為我們車廂所變兩倍了 你在車暫等的時候? 這座的人說就減一半的時間,你說減一半的時間? 我們已經對我說很多道了,就是網路上也說會減一半的時間 其實上次本地一天有四百二十塊在台灣大道在走 現在比八百五十塊啊,八百五十塊在走就說你單車的時間會剩一半 所以你站到那裡在單車的時間會減一半 啊不久人坐車的人就沒感覺咧,沒感覺會比較快 啊七月找八十七後他們就了解了 好啦,希望啦好不好 再來請到七月四號齁接我們黑金齁,黑金這邊 但所有的我們七月四號,但這邊沒有交車而已 啊這邊面的而已 是 齁,所有的七月四號,但我們在台立,到黑金這邊沒有接到 啊這邊邊郭接到嗎? 我們現在有在邊郭,啊還可以再把他撩對龍井去? 那當然好啊,最好啊 啊不久,現在所有的七月四號三天,獨特這一站 還要落在下面 這沒什麼下廁吧? 啊這就沒什麼下廁,啊這段因為路邊齁,他呢,我們如果下來倒手平 現在沒什麼處啦齁,所以他經過的青行町還好啦,不說整個都還在等青行町啦 啊你那差很多啦,那落幾個幾個五十公里就欣賞了,啊那天我走五十而已,那速度也會慢 是 啊你,所有的在台東區,獨特帶你到黑木,這是真的不可思議啦 再來齁,我們七月四號齁齁,台灣的雜道齁齁,我們這個中南路下來,非常有打車,打到非常嚴重 甚至你們怎麼變故,我們萬一在東星這幅四十米都了齁齁,甚至這裡可以做一個雜道 雜道齁齁,對啊 好,我來研究看,因為現在這個台... 你知道嗎? 董先生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就想要台,對那個太平台你下來,現在總共有四周,四個地點要行刑做雜道啦 沒有啦,他那位屬實是太高打車了,那下來,走,走去跟大陸,我們走到大陸齁齁齁,要比打車更快啦 打車的時間,我才多久說 對,我們都跟大陸齁齁齁齁齁 不過,走的時間比打車更久 喔 齁,再來七月四號十九家,會打到齁齁齁,中島接,五山、五六,也非常有打車 是 那這個呢 他你怎麼知道? 五山、五六 五山,你說十九家那個... 加六島 七月四號十九家,跟中島 中島啦,中島接 五山、五六 是 這一陣子,搭車搭到很嚴重,以富士士, cops毅 在武翁... 在保隸這邊掛了齁齁 搭車搭到非常嚴重 是 是...你看他怎麼做 你說對保利拐的這邊 保利這邊 就你如果能接起來 你本身就沒人接起來嘛 對 沒接起來 他做成會打車也很嚴重 好 這我來看一看 來探討一下 好 感謝張倉儀議員 現在我們中午休息 到12點45分 我們再繼續開會